第1861章十天之后 婚约之期 缺安并未直接回答 而是低下头思索了好一会 然后才缓缓言道 可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何会答应胡叶的这桩婚事 如你这个样子 不是更应该给胡叶找一个足够强大的伴侣吗 很简单 因为我一旦死去 那么青秋胡国瞬间便会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他的伴侣若是稍有一心 整个胡族可能都有负面之忧 诚然这个女子乃是个凡人 但至少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这就足够了 缺安微微一挑眉 大长老也会相信爱情 以前不幸 但现在越是时日无多 我就越是感觉人生极了无趣 种种全是名利无非固眼云烟 爱情反倒显得可爱和珍贵起来 而且大长老笑了笑 却并未提及而且什么 而是问道你觉得胡叶他们的婚礼什么时候举办合适 缺安微微一争 然后一脸古怪道 你就这么笃定我会同意 当然大长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很是鸡贼的笑容 实际上我问你也不过是走走行事而已 因为从你踏入这玉塔的那一刻起 你的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不是吗 缺安深深看了大长老一眼 然后轻声叹道草率了 我早就该想到 你们这帮活了上万年的老家伙就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过讲过讲 大长老笑呵呵地说道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种咳嗽好似要将他的肺都给咳出来一样 充满了不祥的征兆 缺安静静地看着 眼中却现出了一丝担忧之色 终于 大长老止住了咳嗽 然后剧烈地喘息了几下 眼中满是疲惫之色 头上的白发也越发得多了起来 缺安审声道 快撑不住了吗 大长老自嘲的一笑 差不多了 我可以感觉到天道对我的排斥已经越来越强烈 最多在有半个月 我就会被强行抹杀掉 缺安沉默良久 突然说道 那胡叶的婚礼就定在十天之后吧 临死前 总得让你放心地走 大长老也没问为何是十天 更没问缺安为何说要让自己放心地走 他笑了笑 然后十分郑重地点了点头 多谢 不用谢我 以我跟胡叶的关系 这件事我自然不能袖手不管 说着 缺安转过身来淡淡道 所以你还是好好保养身体吧 可别还没到时候呢 自己先死了 说吧 缺安迈步便往外走去 大长老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现出了一抹慰藉之色 因为他知道 既然缺安这么说了 那便意味着青秋湖国的这件事 他接下来了 当缺安走出玉塔之后 众人赶忙迎了过来 怎么样 大长老怎么说 胡叶急问道 缺安微微一笑 大长老说十天之后便是凉晨几日 醉一嫁娶 所以你的婚礼便定在那一天 胡叶一脸愣愣地看着缺安 直到两久之后方才说道 大长老真的跟你这么说 你没开玩笑吧 笑话 这等是难道还能开玩笑吗 说着 缺安抬手拍了拍胡叶的肩膀 尽早准备吧 时间只有十天落 而后缺安便转身离开了 胡叶一脸匪夷所思地看着缺安的背影 两久之后 胡叶轻声道 哥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胡叶猛地一咬牙 立即通知各方 就说我十天之后要迎娶伴侣 很快 这个消息便传开了 当听到十天之后便要举办胡叶婚礼的消息 整个青秋湖国都轰动了 我了个大擦 我没听错吧 大长老居然同意这桩婚事了 谁说不是啊 这件事怎么听都不像是真的 大长老真的会同意 谁知道啊 没准里面有某些咱们不了解的情况吧 可可 这下妖族可就热闹了 正如最后这名胡族所说 当消息传开之后 整个妖族都为之震动 什么 青秋湖国的大公子居然要成亲了 对方是哪位妖族的千金 听说不是妖族中人 而是一名人族 卧槽 我没听错吧 青秋湖国的大公子居然娶了一名人族女子 青秋湖国的这帮长老难道都疯了吗 怎么会答应这样一桩荒唐的婚事 几乎所有妖族在听闻这件事后的一瞬间都认为这个消息是假的 因为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绝不可能的一件事 可事实就是如此 由不得他们不信 活鼠族作为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妖族血脉 这活鼠族虽然声名不鲜 却是货真价实的妖族大派 此刻 活鼠族的长公主正在闺房之中梳装打扮 因为活鼠族的血脉实在太过强大 所以这位长公主也完美继承了活鼠族的所有特征 不能说尖嘴猴腮吧 但至少相貌五官都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尽管如此 这位活鼠族的长公主依然感觉良好 对着梳妆静一个静的苗眉画眼 正在这时 有小丫鬟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小姐 大事不好了 虎夜虎少爷马上要娶亲了 此言一出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手中的梅笔瞬间掉落 然后便立声问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这位小丫鬟浑身一颤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青秋湖国的那位狐夜虎少爷马上就要娶亲了 活鼠族长公主的面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是跟龙族的二公主熬一马 狐夜更熬一的这桩婚事 她也是知道的 因此问道 没想到这位小丫鬟摇了摇头 不是 听说这位狐少爷要娶亲的对象乃是一名人族 人族 活鼠族长公主经问道 没错 就是人族 这下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面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同为上古流传下来的血脉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自右边跟狐夜一起玩耍 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的玩伴 小时候便有许多人启哄说这位活鼠族长公主将来一定会嫁给狐夜 这些话狐夜仅仅只是听听而已 完全没往心里去 可这位活鼠族长公主却当真了 并且一直以狐夜的发小自居 第1862章绿茶活鼠 这其中当然也由活鼠族众位长老的推波助澜 毕竟 青秋胡国的实力有目共睹 若是能结成这段姻缘 对于活鼠族而言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狐夜最终却由大长老亲自指定 跟龙族的二公主缔结了婚约 为此 这位活鼠族的长公主不止一次地偷偷哭过 但她并未完全放弃 而是幻想着能有一天取代龙二公主成功上位 结果 还没等梦想达成呢 虎夜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即将结婚不说 就连结婚的对象都不是妖族 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族女子 这怎能令这位活鼠族长公主福气 只见她的面色陡然变得铁青 人族女子 呵呵 虎夜过婚头了不说 难道连青秋湖国的大长老都傻了麻 怎么会同意这样一桩婚事 小丫鬟静若寒蝉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两久之后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豁然抬头 目光冷烈地看着小丫鬟 婚事什么时候举办 消息说是十天之后 十天之后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不禁更加的诧异了 因为这时间未免也排得太紧了 没错 就是十天之后 那好 我现在便去通知各位长老 然后前往青秋湖国 我倒要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人族女子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居然能获得整个胡族长老的认可 接下来整个活鼠族都吻风耳动 众位长老在听到消息后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然后便义愤填膺地跟着这位长公主气势汹汹地前往青秋湖国兴师问罪 与此同时在那遥远的龙族祖地之中 大公主敖青也收到了消息 可还没等她对此表示惊讶 房门便被猛地推开了 然后二公主敖翼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劈头盖脸便是一句 大姐 你可收到消息了吗 敖青苦笑着点了点头 刚刚收到 敖翼咬牙切齿道 真是欺人太甚 我的婚约还没解除呢 她居然便敢公然举办婚礼 这件事我非得讨个说法 敖青浑身一震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呵呵 既然她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敖翼的眼中现出冰冷的光滑 我倒要问问 那个瞎眼盲女到底有什么好 能比我这堂堂的龙二公主还要厉害 敖青嘴巴张了张 想要出言劝解一番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终只得无奈地闭上嘴巴 同时她的心中也浮现出一丝疑惑 青秋湖国的这帮长老们到底在干什么 居然真的允许这件事的发生 难道他们不打算保持湖族血统的纯正了 这些疑问在敖青的脑海中掺杂成一团 令她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样难以置信地还有青秋湖国的众位长老们 比如这位胡婉 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大长老就这么简单地便答应了 胡叶点了点头 是啊 就这么便答应了 我擦 大长老到底是怎么想的 胡婉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跟她想法一样地环有她的那只宠物 此刻 叶已将整个龙族神殿都吞噬掉 从而成功进化的神符井里正跟一片狗皮膏药一样 粘在小狐狸的身上 躲都躲不开 尤其因为成功进化的缘故 导致这只神符球球变得可大可小 甚至能暂时地化为人族形态 这样一来 这只小狐狸更是必无可避躲无可躲 只能任命一样默默承受着球球的摧残 相比之下 反倒是当事人的狐叶对此表现的比较冷静 尽管如此 他还是不止一次地问薛安 老薛 大长老在玉塔之中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啊 你就告诉我拜 薛安神秘一笑 这么想知道吗 嗯 那你叫个爸爸我听听 老薛 没你这么干的啊 我现在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胡叶义正言辞地说道 薛安淡淡道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要想知道就先叫生爸爸 否则等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且不说拉倒 老子还不想知道了呢 胡叶撇嘴道 跟胡叶的紧张不同 巴柔反而表现得十分冷静 甚至都没有多少激动的表现 因为这个结果已经是他所能想象到最好的了 不管成与不成 他实际上都没有多少失望了 终于在收到消息之后 各方的妖族开始陆续赶来 虽然说现在的妖族正值多事之秋 一个地流将搅弄的所有人都人心惶惶 但青秋湖国大公子的婚事还是令众多妖族为之震动 能来的基本都来了 即便实在来不了的 也带来了丰厚的礼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个青秋湖国的喜庆气氛也越发的浓厚 不管对这件事有多少意见 但是到临头 整个青秋湖国所有的星球都张灯结彩 准备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火鼠族的众人到来之后 这位长公主看着外面的热闹景象 眼睛几乎都要喷出火来了 居然搞得如此热闹 难道这桩婚事是真的吗 火鼠族长公主恨恨言道 行了 现在不是纠结这些事的时候 关键是要搞清楚 胡叶要迎娶的这名女子的底细 火鼠族的长老言道 哼 区区一名凡人女子罢了 能有什么底细 长公主冷笑道 正在这时 胡叶带着胡族的众多人也赶来了 火鼠族毕竟是妖族之中的一方大派 尤其上一代的长老之间关系莫逆 所以在听闻他们到来后 胡叶立即赶了过来 当见到胡叶的背影之后 这位长公主神情一变 立即从之前的尖酸刻薄换位了一副温柔笑颜 然后乖巧地冲胡叶练任一礼 笑笑倩息地说道 胡哥哥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 令胡叶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简直想要转身就走 但因为火鼠族的众位长老都在这 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硬着头皮强笑道 原来是火鼠妹妹快请进 火鼠族的长公主环顾了一下左右 故作惊讶地说道 哎呀 胡哥哥要迎娶的那位姐姐没来吗 我好想见见他呢 第1863张各方云集 胡叶神情一宿 他现在后面是穿婚衣呢 不方便见客 胡叶曾经对阿柔许诺过 要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 现如今虽然因为时间紧迫 许多事情都来不及了 但这婚衣确实必不可少的 为此胡叶甚至专门以高价聘请来众多做衣服的能工巧匠 为阿柔连夜定制婚衣 实际上制造衣服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其重要程度完全不亚于烹制食材 因为衣服往往也是一件重要的法宝 所以在这诸天之中便有专门制作衣服的宗门 一般情况下 一套婚衣最少也得三年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毕竟能用得起这等规格婚衣的都是来自各大宗门或者强大族群的人 婚式往往早就已经定下 所以时间都很宽裕 可胡叶这次要在十天之后完婚 也就是说这套婚衣必须赶在十天之内制作完成 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肯接这个单子 直到胡叶给出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高价 这些人才算应了下来 但时间确实是太紧张了 所以阿柔一直在全程配合 并加以试穿 方便在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改进 这种情况下 本该陪同胡叶一同出面迎接众多贵客的阿柔自然就只能缺席了 而在听到胡叶的话后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的眼中猛地闪过一抹怨度的光芒 但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笑着说道 真是令人羡慕呢 看来胡哥哥很喜欢这位姐姐了 胡叶唯唯一皱眉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到底什么想法她自然清楚 她也不止一次地拒绝过 但她却一直没有放弃 只要自己一回青秋湖国 她就会找各种理由来接近自己 对此胡叶简直是不胜其烦 却又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想尽办法地跟这位长公主保持距离 而这次自己的婚礼她也赶来了 这总让胡叶心中有些不太好的预感 比如现在 胡叶就觉得这位活鼠族长公主的话有些怪怪的 但出于礼貌 她还是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那是自然 若是不喜欢的话 我又怎么会娶她呢 那我呢 难道胡哥哥就真的不喜欢我吗 这位活鼠族长公主突然说道 同时泪光盈盈地看着胡叶 这番话犹如石破天惊 不光令胡叶为之错愕 就连身后的这帮活鼠族长老们都有些傻眼 谁能想到长公主做事居然会这么的不顾忌后果 这是要当众逼迫胡叶表态啊 但胡叶会吃这一套麻 果然 只见胡叶的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于冷如冰地说道 姚静姑娘 很抱歉 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所以 为什么 火摇静泪眼婆娑地问道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 胡叶直截了当地说道 火摇静的眼中现出一抹很利之色 胡叶 我可是从小就跟你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啊 难道这也比不上一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凡人女子吗 此言一出 胡叶勃然色变 汹涌地怒意狂涌而来 直接将火摇静振折于当场 以他的实力 当然无法面对胡叶的先王之怒 因此此刻的他 脸上也浮现出惊恐之色 浑身都在站立 身后的火鼠族长老剑撞步惊惊叫道 胡公子 手下留情 听到这句话 那汹涌的威压方才逐渐吞去 然后胡叶收敛其眼中的寒光 冷声道 火摇静 我希望你说话注意点 所谓的青梅竹马只是你自己认为的而已 而若是在让我听到你对柔人不敬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 胡叶转身便走 看着他那决绝的背影 火摇静苍白的脸逐渐长红 眼中更是怒意引现 长公主 要不您还是先回去吧 身后一名火鼠族的长老轻叹着劝道 我不 火摇静恨声道 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不走 我倒要看看 这个人族女子到底有什么魅力 居然能让他如此神魂颠倒 甚至不惜为了他而吼我 火摇静越说越激动 到后面甚至已经歇斯底里的怒吼起来 而他的吼声也引得众多路过的妖族纷纷侧目 等一见到是火鼠族的人 众妖族全都面露古怪之色 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 唉 这不是火鼠族的人马 那个女子应该就是火鼠族的长公主了吧 嘖嘖 她居然也来了啊 怎么 难道也是来参加婚礼的 有妖族幸灾乐祸到 没听到她刚刚正在怒好吗 可见这个女人显然是受了刺激了 也是啊 听闻这个火摇静一直在疯狂追求胡公子 没想到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甚至被一名人族女子给比下去了 这换谁也有点受不了啊 关键是这个消息传出的也太突然了 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突然就要结婚了 还是跟一名人族女子 这怎么听都有些匪夷所思 要我说这位人族女子绝非一般人 肯定有极其深厚的背景 否则清秋胡国的众位长老 怎么会宁愿得罪 龙族也要同意这桩婚事呢 嘿嘿 你不提龙族我还给忘了 跟这位自作多情的火摇静不同 龙族那位二公主 可是正儿八经的胡叶的未婚妻 双方甚至都交换过婚书 那才是正主 现在清秋胡国突然这么干 龙族岂能善罢甘休 不是说之前有消息 说龙族大公主准备 将这个婚约给取消了吗 屁 那是说取消就取消的 反正我听说这位龙二公主 可是坚决不同意的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不管什么种族 喜好八卦都是一种天性 这帮妖族自然也不例外 可正当他们谈论的热火朝天之时 只见一架巨大的龙舟 突然降临在虚空之中 然后从这龙舟之上 走下了一行人 领头的正是一脸冷漠 目露寒光的龙二公主敖逸 当见到她的出现之后 正在议论的众妖奇奇晋升 满脸惊恶地看着 就连怒火中烧的火摇 近在见到敖逸之后 也是颇为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 让开了道路 敖逸却连看都没看众妖一眼 而是率领着一帮年轻气盛的 龙族精锐目不斜视地离开了 整个过程沉默无声不发一语 再配合上那气势汹汹 一脸冷峻的模样 简直就像是一帮黑帮大佬 要去打架一样 第1864张比嫁衣更红的 是女子的脸颊 而这一幕也令随后 从龙舟上下来的龙族 大长老等人为之苦笑 大公主说让咱们约束着她点 可就凭二公主 这杀气腾腾的样子 谁敢管啊 一名龙族长老一脸哀愁地说道 龙族大长老轻叹一声 走一步看一步吧 二公主虽然脾气火爆 但基本的分寸应该还是有的 说着 这些龙族长老便赶忙追了上去 等他们走后 全场立马便开了锅 卧曹 这下可真是热闹了 龙二公主也赶来了 嘖嘖 这位龙二公主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等着看吧 这场婚礼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没准等不到举办就得出差错 薄一的到来就好像在热油之中倒下了一瓢凉水一样 令本来就热闹的局势瞬间沸腾起来 无数妖族翘首以待 准备看着场男的一见的热闹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一切都没有发生 薄一并未直接去找胡叶算账 相反的 他居然安安静静地带了下来 看那样子似乎是准备参加婚礼了 这一幕令许多人为之错愕 这是搞什么 难道说这位龙二公主转性了 甚至连胡叶在知道消息后也是满脸蒙逼 最近所发生的事都很超乎他的想象 先是大长老干脆利落地答应婚事 接着便是本该大闹异常的傲逸一反常态 这都令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 老薛 你觉不觉得最近的事都有些怪怪的 怪 哪里怪了 说不上来 就是感觉有点不对劲 却安拍了拍他的肩头 与众心长地说道 你小子该不会是因为马上就要娶媳妇 导致了昏头了吧 滚 胡叶笑骂了一句 然后便低下头皱着眉头思索起来 奇怪 到底哪里不对呢 难道说我最近转运了 正当他满心疑惑之时 薛安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哎呀老薛你别烦我 我正想事情啊 胡叶不耐烦地说道 正在这时 一个却生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胡 胡叶 是阿柔的声音 胡叶立马抬头望去 然后便愣住了 因为站在他面前的 是身着火红嫁衣的阿柔 而比嫁衣还红的 便是阿柔的脸颊 只见他确确地垂着头 双手不自然地揉捏着衣角 身体为颤肩 嫁衣上坠着的磕磕金钻便折射出流光溢彩的光滑来 胡叶彻底看傻了 不光是因为这一席油促时为顶尖巧将不眠不休感制而成的嫁衣 更因为阿柔那一低头时的万种风情 毫不夸张地说 此刻的阿柔 完美满足了胡叶心目中对女人的所有想象 她目光炙热地看着 越看阿柔的头越低 脸越红 身体也颤抖得越厉害 最终 她十分艰难地说道 好 好看嘛 胡叶瞬间清醒过来 然后点头如捣蒜一般 好看 太好看了 句他妈好看 因为过于激动 胡叶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阿柔半衬半喜地瞥了胡叶一眼 脸颊飞红 猪唇清洗 傻瓜 胡叶嘿嘿傻笑起来 现在的他也只会傻笑了 正在这时 只见负责赶制嫁衣的织女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胡公子 这嫁衣可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比我想象的环要好 嘿嘿 为了能如其制作出嫁衣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我的师祖都给请了出来 为的就是不耽误您的婚事 同时还要做到尽善尽美 这名风韵有存的织女笑着言道 胡叶伸出大拇指 没说的 这件事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到时候有什么用到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这织女笑得更灿烂了 相比起物质上的报酬 胡叶的这句承诺才是最珍贵的 因为她可是堂堂的青秋胡国继承人 顶尖的妖族高手 不光是新娘的嫁衣 您的衣服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您去试一下吧 好好好 乐昏透的胡叶兴充的跟着织女 下去更换衣服了 只留下阿柔一个人在这 缺安倾壳一生 便要离开 虽然说她跟胡叶的关系莫逆 但阿柔毕竟是胡叶的妻子 现在胡叶不在 她总得避宜避嫌 可就在她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阿柔忽然轻声道 红莲大人 请留步 嗯 阿柔姑娘有事吗 却安停住脚步 阿柔犹豫片刻 最终抬起头来一脸肃然地说道 红莲大人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们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场婚礼太仓促了 仓促到您进了玉塔之后 仅用了一会功夫便走了出来 而本该阻止这一切的大长老也答应得极为爽快 说到这 阿柔咬了咬嘴唇 所以 是不是大长老出事了 却安愣住了 面前这个命运多舛的姑娘平素并不起眼 但这次她却一语便猜中了事实的真相 可见她是有多么的冰雪聪明 而薛安的沉默也令阿柔坐实了心中的猜测 脸上不由现出了担忧之色 很严重吗 薛安点了点头很严重阿柔不说话了 两久之后他才垂下头到时候胡叶能接受得了麻 薛安轻叹一声不知道但身为胡族继承人他总得接受这一切 阿柔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多谢 说吧他便转身离开了 薛安看着他那受学的背影不禁又一次叹了口气 胡叶阿这个姑娘可比你想象的环要聪明的多阿 正当他为之感叹之时忽然感到了一丝熟悉的悸动 薛安唯唯一争旋即脸上便浮现出了笑容 然后抬起头来看向了远处的虚空 恰在此时几道光滑飞快冲来几乎是眨眼之间便来到了薛安进前 等落地之后领头的赫然是一名穿着破烂道跑的糟老头子 而后这名糟老头子便哈哈大笑起来 薛老弟收到请帖之后我便立即往这里赶来 怎么样不算晚吧薛安也笑了 当然不算晚 而后薛安便看向了老道身后的那名女子唯唯一点头 魏姑娘魏如兰脸一红 赶忙失礼 大人 没错 来者正是号称朱天帝一神棍的诸葛藏 第1865章谁敢惹事 我就杀谁 与此同时 在魏如兰身旁还站着一名女子 只见他也冲着薛安身失礼 大人薛安唯唯一争 玄机露出了一丝笑意 原来是玄青姑娘 没想到你也来了 这名女子黑衣黑发 身材纤细高挑 身后鞋背着一个高出尖头一尺的黑色旗囊 正是很早之前在天照星域曾见到过的那位诸葛玄青 见到薛安的笑容之后 诸葛玄青内心为之一阵 然后便慌忙低下了头 不敢再看 因为在他的感知之中 薛安身上的气息宛若九天之上的神灵般虚无缥缈高深莫测 令人心生一种鼎礼膜拜的冲动 这便是先王之威麻 诸葛玄青心中想到 同时也感到了一丝莫可名状的酸涩 当初在天照星域之时 薛安的实力虽然强横 但他至少还可以看到点背影 没想到区区几年光景 薛安便已达到了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步 要知道自从天照星域一别之后 他可是一直将薛安当成自己追赶的目标的 可现在这种追赶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 虽然他经过不懈的努力 已在前段时间成功晋级为了半步大罗 但这个实力相比起薛安来依然是天差地远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魏如兰趁着薛安跟诸葛藏在远处谈话的时候 凑到他的耳边悄悄说道 师姐 其实你已经很不错了 大可不用灰心 因为连师父都说过 诸天之中也就大人这一个特殊的存在了 你比不过他也是很正常的 诸葛玄青唯唯一笑 心声道 这些不用你说 我都知道 放心吧 我并没有灰心 魏如兰这才点了点头 那就好 与此同时 正在不远处跟薛安谈话的诸葛藏面色凝重地说道 薛老弟 本来收到请帖之后我没打算这么着急赶过来的 但突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计划 是关于青秋湖国大长老的事 薛安淡淡道 诸葛藏浑身一震 惊恶道 你都知道了 当然 不然你以为胡叶的婚礼为何会如此仓促 怪不得 那胡叶知道吗 薛安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 你还没告诉他 告诉他有用吗 薛安反问了一句 既然已经无法改变 那就让他安安心心地结完婚吧 倒是你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诸葛藏轻叹道 我在接到胡叶的请柬之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便随手占卜了一挂 挂项显示出来了 诸葛藏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地说道 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搞错了 便又连占了三挂 结果挂挂皆是一样 因此我才敢确定这是真的 薛安沉默了 诸葛藏满是担忧地说道 薛老弟 这件事显然已经瞒不住了 因为既然我能够推算出来 那么其他人肯定也可以 到时候诸葛藏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一般而言 如青秋湖国大长老这样的先帝强者 所有的推演对他都是无效的 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已遮掩了天机 唯有出现重大变故 比如重伤兵死的时候 这丝被遮掩的天机才会被泄露出来 诸葛藏既然能够推算出青秋大长老出了事 那也就说明他已经由静灯窟之境 已经无力掩藏自己的虚弱了 这个消息一旦传开 对于妖族乃至整个诸天而言都是一记重磅炸弹 诸葛藏甚至无法想象到时候会掀起多大的惊涛骇浪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便与其坚定地说道 这件事本来就瞒不了多久的 所以现在传开也不算什么 而且这件事我是管病了 因为胡叶的婚礼必须要举办下去 谁敢惹事 我就杀谁 说到最后 薛安的语气中充满了凛冽杀意 诸葛藏心中一惊 旋即点了点头 好 也算我一个 薛安看了他一眼 怎么 伤好了 呵呵 别小看我这把老骨头 一时半会可是死不了的 诸葛藏黑黑笑道 明白 好人不常受祸害活千年麻 两人正在谈笑之时 但见远处 胡叶率领着一帮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一见到诸葛藏 胡叶不惊面现惊喜之色 人还没到便大声喊道 诸葛老道 你终于来了 说着便冲道 敬前重重捶了诸葛藏的肩头一下 诸葛藏哈哈大笑 你的婚礼我能不来吗 这杯喜酒我可是喝定了 好说好说 到时候把你泡酒缸里都没问题 胡叶喜不自胜的言道 虽然分别的没多久 但这次诸葛藏是特意来参加自己婚礼的 意义自然大不相同 实际上胡叶就给诸葛藏一人写了情帖 并非是因为他跟叶寒商等人关系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实在太过遥远了 十天时间根本赶不过来 也就是诸葛藏所在的地方距离青秋湖国比较近 快的话三天即可达到 因此他才给诸葛藏下了情帖 众人说说笑笑的往里走去 与此同时 在青秋湖国之外的虚空之中 空间陡然泛起了涟漪 紧接着便从中走出了一行人 这支队伍男女均有 而且格格气势不凡 领头的则是一名相貌英俊 但眼角眉梢总是带着几分邪气的男子 只见他偏了一眼前方不远处的青秋湖国 淡淡道 这就是那帮狐狸的老窝了吗 没错天嫂前方便是大名鼎鼎的青秋湖国了 泽泽一想到那些貌美如花的虎女 我就有些激动啊 一名男子满脸斜笑道 呵呵别着急 早晚这些虎女都是咱们的 没见天嫂都亲自出征了吗 另外一名身穿飞红长袍的男子笑道 这位天嫂面容淡然 转头看向了站在一旁的一名少女 怎么样 初礼师妹可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这位少女身穿灰步道袍 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大的布兜 手中则握着一方精致的罗盘 正全神贯注的看着远方的青秋湖国 嘴里念念有词 当听到天嫂的问话后 书里清浑身为阵 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长出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端倪 因为这一整片虚空的气机都被那棵三生树给占据了 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 要想探查出结果 唯有靠近之后方才可以 天嫂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咱们便前去参加一下这位湖国大嫂的婚礼 顺便也看一看这位新娘子到底好不好看 众人轰然而笑 然后便纷纷化作流光 直奔青秋湖国而来 第1866章天道宗 虽然距离正时的婚礼开始还有几天时间 但此刻的青秋湖国夜已是一派喜庆景象 到处都张灯结彩 就连远方那棵巨大的三生树都被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胡婉作为湖国的三长老 现在专门负责接待钱来祝贺的宾客 这个任务可谓繁重 因为青秋湖国的名望 所以来此的势力简直多如过江之计 这不但要求胡婉能寄住来此的宾客 还要根据对方的实力和地位给予对等的待遇 这似乎有些区别对待 但来此的宾客对此都习以为常 因为诸天之中本来就是靠实力说话的 更何况是崇尚弱肉强食的妖族呢 今天的宾客要稍微少一些 毕竟能来的基本都已经来了 距离太远的因为时间实在赶不及 自然也就只能作罢了 真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将婚礼安排得这么紧 胡婉小声嘟囔着 习惯性地摸了摸肩膀 然后变落了个空 这时他才想起自己那只小狐狸早就不知道被神符球球给拐到什么地方去了 哎 真是越大越不让人省心啊 胡婉有些失落地感叹道 可就在这时 促使到华光肆无忌惮地飞过苍穹 然后直直地降落在胡婉的面前 胡婉一愣 然后眼中电线出了一抹怒色 要知道他现在所处的这颗星球可是青秋胡国的核心 不管何方妖族 到了这里都得乖乖落下来 不敢欲空飞行 这也是对青秋胡国的一种尊重 可现在这帮家伙却嚣张地直接飞到了自己面前 这怎能不令胡婉为之恼怒 来者自然便是以天少为首的这帮人 只见他在见到胡婉之后唯唯一扬眉 嘖嘖 好一只漂亮的狐狸精 这句话一出 胡婉不禁勃然大怒 小子 你说什么 不 没什么 只是在夸你漂亮而已 这位天少唯唯一笑 然后一扬下巴 身后便有人走了上来 避上了一份拜天 天道宗首座大弟子天浩宴 特来恭贺 声音传出了老远 这下不光是胡婉 连在场的众妖族都为之一愣 天道宗 仅仅这个名字便代表着许多 因为他乃是人族之中赫赫有名的宗门 真正的星空大教 而首座大弟子更是意味着这个天浩宴乃是天道宗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不然也不可能以天为信 这个身份 即便是三长老胡婉也得表示敬意 尤其对方说的明白 此来是为恭贺而来 因此胡婉也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拱手一礼 原来是天道宗的天少 诗敬 天浩宴呵呵一笑 不必客气 毕竟也是我们来的有些唐突了 而后他身后的这帮人也开始纷纷报名 双龙蛇首席传人前来恭贺 云雁风前来恭贺 声音此起彼伏 众妖族也随之越发的震恶 来的这些都是人族之中响当当的宗门 虽然不及天道宗 可也算是一方大教了 胡婉的心中则升起了一丝疑虑 青秋胡国秉持中立 跟人族的众多宗门关系都不错 但胡叶的这次婚礼因为时间仓促 因此并未惊动许多人 天浩雁等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件事似乎透露着一些蹊跷啊 可不管怎么说 天浩雁等人确实是来恭贺的 因此他也只能好生招待 很快便有胡族将天浩雁等人 引领到了专门供贵宾居住的地方 等胡族退下之后 天浩雁沉声问道 书里师妹 现在可有线索了吗 书里清闭上眼睛 秀长的手指尖有六枚金钱 在飞快舞动 但很快他便睁开了眼睛 还是不行 这三生术的契机实在太恐怖了 完全侦测不到任何端倪 天浩雁冷笑一声 越是这样就越是值得怀疑 不要着急 既然来了 那就等到婚礼之时再看 书里清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一名男子 这时则节节怪笑道 天少 刚刚那个小娘们长得可真是不错呢 到时候将他赏给我拜 那么老了你还喜欢 天浩雁似笑非笑道 你不懂 越是这样的才越有味道呢 说吧 众多男子哄堂而笑 笑声之中满是阴邪意味 书里清似无所觉 而是走到了窗前 看着极远之处那棵高可参天的三生树 嘴里念念有词 气机晦涩不明 那里却暗藏着一股隐隐的杀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与此同时 胡叶在听到胡婉的回复后也不惊一愣 天道宗 没错 还有其余的众多人族宗门 都是来恭贺的 奇怪 我跟这些人都没什么交情啊 胡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而在一旁的薛安和诸葛藏则对视了一眼 然后薛安说道 行了 不管他们是为什么来的 既然来了 那就是客人 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下他们 你觉得呢 胡叶并未听出薛安话里的意思 只是点点头道 也是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招待吧 一直到胡叶离开之后 诸葛藏才面色凝重地说道 我知道这个天号燕 号称是天道宗建宗以来最强大的天才 听闻在促载之前便以真挚半步先王之境 他此来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没那么简单 不过他们来得正好 说到这 薛安冷笑起来 眼中寒光一闪 因为我跟天道宗 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龙族驻地之中 大长老十分严肃地说道 二公主 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 说不上来 但就是不对劲 因为天道宗这些人族宗们怎么会突然来参加妖族的婚礼呢 据我所知 虎叶跟他们根本没什么交集 薄义也不说话了 因为他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 龙族大长老在屋里来回跺步 面色也是越发的凝重 确实有点不对劲 不然青秋湖国的这只老狐狸 为什么一直不肯现身呢 薄义这时却淡淡道 好了 对劲也好 不对劲也罢 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看到最后吧 一股异样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 许多心思机敏的妖族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胆子小的甚至开始悄悄退去 但大多促妖族还是一无所觉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 胡叶的婚礼之期 终于到了 第1867张胡叶的这一场婚礼 怎么样 你老公帅不帅 胡叶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袍服 志得意满地问阿柔 阿柔笑着点点头 然后便伸出手来为胡叶整理领结 胡叶一把握住了阿柔的手 嘿嘿 今天过后 全天下就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了 怎么样 开不开心 阿柔脸颊飞红 侧过头去唯唯点点头 开心 有多开心 胡叶把脸身过去渐渐地问道 阿柔白了她一眼 这么想知道吗 胡叶点了点头 当然想知道 可我偏不告诉你 阿柔开心得像格恶作剧成功的熊孩子 好啊 居然敢戏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正当两人笑闹之时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然后安言和胡叶便走了进来 好啦 收拾得差不多了嘛 赶紧出来吧 大家都在等你们啊 安言笑着说道 阿柔脸红得不行 胡叶却毫无所觉 大大咧咧地冲安言一点头 好的嫂子 我们马上便出去 而在此刻 外面的婚礼现场也是热闹非凡 各大妖族的人已经纷纷入席 却安和诸葛藏站在高台之上 俯看着下面的景象 来的人不少啊 诸葛藏说道 却安笑了笑 青丘胡国毕竟是妖族之中数一蹴二的势力 来的人多点也是正常的 正在说话之时 但见入口处突然一阵的喧哗 紧接着便见天号宴领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相对于满大殿的妖族而言 他们这些人族面孔便显得十分扎眼了 众妖族纷纷看去天号宴却一脸淡然 竟直坐到了给自己等人安排的席位之上 这几天他们一直窝在築地之中 直到今天婚礼开始 他们才算第一次露面 看着那满大殿的各种妖族 有男子低声冷笑道 一群妖邪之辈 我真是搞不明白 咱们人族为什么不将这些家伙给全部诛灭掉 天号宴闻言一笑 双龙老弟 你这脾气就是太暴了 这么多妖族要是都被诛灭掉 那咱们这些人还到哪去找乐子 天少说得对 妈的 这些虎女长得可真漂亮啊 人群之中唯有书 李清一直没有吭声 而是不停地扫视着人群 这几天中他多次堪风于戏 但无一例外 戏机之中永远都有一股隐隐的杀鸡 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现在 他内心之中的不祥预感越发浓重 所以他如坐针毡 目光四处巡视 试图找出令他感到不安的源头来 而就在他看众人的时候 薛安和诸葛藏也在看他 咦 诸葛藏惊疑了一生 怎么了 薛安淡淡道 没什么 只是有点惊讶罢了 这个少女居然是书里家族的传人 真是少见 书里家族 薛安一愣 没错 诸葛藏缓缓道 在数数之中有几大流派 我所用的乃是连山与浮藏的益处推演 而书里家族则是走堪于之道 在他们家族之中有一部上古流传下来的青鸟经 甚为玄奥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书里家族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于世了 今天居然能碰到他的传人 真是少见 薛安淡淡道 也就是说 他应该也真测出大长老的事了 诸葛藏点点头 应该是这样 因为以书里家族的实力 做到这一点并不算难 天昊燕这时也察觉到了书里清的异样 不禁问道 书里师妹 怎么了 书里清面色有些难看 没什么 只是淫淫有种不祥的预感而已 不祥的预感 呵呵 有天少在死 谁敢造次 没错 天少的不是传承 诸天之中 可谓喊逢敌手 即便有那不开眼的也是找死 天少至得一满地听着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这也是他走到哪都会带着一帮狐朋狗友的原因所在 书里清不吭声了 可他心里的阴霾却越发的浓重 正在这时 大殿之中忽然掀起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因为在那正门之中 胡叶牵着阿柔的手缓缓走了出来 地上是一条长长的红毯 胡叶和阿柔走在其上 而在他们身旁还有两名粉雕玉琢般的小姑娘 一边走还一边撒着花 正是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 他们对于自己这个新工作显然十分的满意 正笑嘻嘻地走着 这和谐而温柔的一幕令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胡叶 胡行以及众多的胡组长老站在远处看着 胡叶的眼中现出了一丝泪光 轻声感叹道 真是没想到 胡叶这个小家伙居然会这么快就澄清了 胡行也是一脸温柔之色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好像昨天她还是那个调皮捣蛋整天癌痘的小狐狸呢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一脸温馨地看着 比如这位火鼠族的长公主火摇镜 此刻的她眼中简直都要喷出火来了 死死盯着阿柔 嘴里更是很声道 居然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女子 胡叶这是疯了吗 我由哪点比不上她 不光是她 还有许多妖族也是一脸惊诧地看着 一个连半点修为波动都没有的凡人女子 居然成为了青秋胡国少主的夫人 这自然令很多妖族都为之错愕 但很快 他们看向阿柔的眼神便逐渐变得不屑起来 妖族素来信奉弱肉强食这四个字 阿柔的表现自然不足以令众多妖族为之福音 就在这种乱纷纷的情形之下 虎叶和阿柔夜已走到了高台之上 这里摆放着一张椅子 椅子前便是一张拜殿 虎叶和阿柔站在拜殿之前 静静地等待着 全场随之安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但一切却没有任何的变化 很快 一盏茶的光景便过去了 人群微微骚动起来 许多妖族开始窃窃私语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不开始 没准是在等人吧 天昊燕泽一脸冷笑地看着高台上的这一幕 正当大殿之中的喧闹声逐渐增大之时 在那座椅之上 一道身影突然开始显现 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后 以胡婉为首 众多胡族齐齐功身 大长老 第1868章传授 本来喧闹的大殿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 这位职掌青秋胡国达数千年之久 被人尊称为龙族白王死后 妖族当之无愧第一人的大长老身上 这些目光中有惊叹 有欣喜 但更多的还是敬畏 毕竟 这可是屹立于万万人顶端的存在啊 但也有许多人的目光之中隐隐包含着不善 比如这位天道宗的大嫂天昊燕 她面容冷峻地盯着大长老的背影 眼神深处隐隐现出一抹贪婪与狠立之色 怎么样 现在可以看出些端倪麻 天昊燕冷声问一旁的舒理清 舒理清并未回答她的话 因为此刻的她 双眸瞳孔扩大 其中似有无促玄傲的符号正在推演 嘴里更是念念有词 终于 她浑身一颤 张嘴便吐出了一小口鲜血 然后剧烈地喘息几下 审声道 没错 她确实已经进入了天人武衰之境 甚至连天道都在疯狂地驱逐她 她现在之所以还能正常出现 完全是在这棵三生树的帮助下映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她可能连今天都活不过去了 天昊燕脸上泛起一抹喜色 很好 舒理师妹 这件事完成之后 我必有仲谢 仲谢就不必了 只希望天少和天道宗能兑现 对我舒理家族的承诺 舒理清面色苍白地说道 与此同时 浑然味觉任何异样的狐叶牵着阿柔的手直接跪倒在拜殿之上 十分隆重地行了三个大礼 然后抬起头来一脸恭敬地说道 大长老 大长老满脸笑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轻声道 不错 不错 人族有一句话叫成家立业 你虽为妖族 但这句话对你也适用 以后不可再浪荡无稽了 明白 胡叶的脸上现出一抹羞和之色 郑重点头道 胡叶明白 而后大长老便看向了一旁的阿柔 此时的阿柔 一身红衣似火 衬托得她的容颜越发轻力脱俗 大长老对于暗中不禁现出一抹赞许之色 阿柔姑娘 嫁给胡叶之后 你将承担起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跟责任 你可愿意 阿柔没有丝毫犹豫 用温柔却又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愿意 这句话一出 火鼠族长公主火摇镜面前的茶杯直接炸喂了鸡粉 而后她脸色铁青 眼皮也在疯狂跳动 简直都要气疯了 而在另一边的龙族阵营之中 龙二公主熬逸却要平静许多 哪怕她是胡叶名义上的未婚妻 在面对这幕场面时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这也让许多准备看热闹的妖族微微有些失望 这时只见大长老赞许的点点头 很好 既然你嫁给胡叶 现在便是我青秋胡国的人 我今日便送你一件礼物 说吧 大长老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锦盒 伸手递给了阿柔 阿柔有些愣愣地接过来 并没打开 反倒是大长老轻笑道 打开看看吧 阿柔这才打开了锦盒 里面赫然是一根栈青色的羽毛 这根羽毛通体毕绿 其中好似有水光在银润流动一般 阿柔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给自己一根羽毛泥 大长老轻声道 收起来吧 记住要随身佩戴 因为这件东西你很快便会用上了 阿柔虽然不解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将锦盒收了起来 而后大长老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胡叶 唯唯一笑 抬手照道 你过来 胡叶不明所以 索性跪爬过去 恭敬低头道 大长老 可他话音刚落 但见大长老突然一直点在了他的额头之上 胡叶浑身一震 刚想说话 脑海中却传来了大长老的声音 别说话 抱援手衣 尽全力吸收我给你灌输过来的东西 话落 一股汹涌澎湃的神念便直奔胡叶的誓海而来 胡叶心神俱阵 但还是下意识地按照大长老的吩咐吸收起这些东西来 几乎是眨眼间 胡叶便硬生生接收了近乎海量的信息 到最后 即便是以他的先王神士 也有些力所未待 胡叶的眼神变得迷茫起来 因为这些信息实在太多了 几乎包含了大长老数千年来所有的见识跟经验 但很快 他的眼中便现出了一丝明雾 紧接着便满脸正恶的张大嘴巴 刚想说话 大长老满脸疲惫的一笑 然后冲他轻轻摇了摇头 胡叶的眼中瞬间便溢满了泪水 浑身也止不住地站斗起来 这些事发生得很快 快到在外人看来 胡叶仅仅只是跪爬过去 然后大长老在他的额头上点了一下而已 许多妖族都没在意 毕竟胡叶今日大婚 青秋胡国的大长老嘱咐他几句也是正常的 唯有天昊燕这边的反应却不一样 第一个说话的便是舒理清 只见他浑身一震 然后便低声惊呼道 他身上的气息正在急速衰败 显然已经撑不住了 此言一出 天昊燕立即站起身来 沉声喝道 还等什么都给我往前冲 说吧 他一马当先 不顾一切地朝着高台冲来 这个变故令全场都为之震惊 怎么回事 人族这帮家伙打算干什么 正当许多妖族一脸莫名其妙的时候 高台之上 这位青秋胡国大长老开始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变老 深深的皱纹爬上额头 满头黑发更是顺如白雪 连那挺拔的背影也扣揉下来 这一幕变化令所有妖族都为之震惊 尤其是青秋胡国的这帮长老 更是感受到了大长老身上的气息正在急速衰败 胡婉终于明白了什么 师生惊叫道 大长老 声音之中满是悲怆和绝望 正在这时 天昊燕一脸凝笑地冲了过来 老狐狸 怎么临死前还想着将东西都留给你的传人马 简直是做梦 胡婷 拦住他 大长老声音苍老地说道 其实根本不用他吩咐 就在这天昊燕冲过来的时候 胡婷便以飞身而起 拦住了去路 砰 一声巨响轰然炸开 胡婷身形微微一晃 天昊燕则被震飞出去 紧接着胡婷便满脸杀意地说道 再有赶上前一步者 死 第1869章自今日开始 胡叶为清秋之主 话落 清秋湖国之中光滑四喜 众多精锐其奇迹结到了高台之旁 将大长老等人团团互助 形势瞬间变得无比紧张 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令前来观理的众多妖族为之正恶 龙族大长老一拍大腿 我说什么来着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不对劲 原来是这只老狐狸要死了啊 而火鼠族中 火摇镜也是一脸震撼地看着 但渐渐地 他的眼中便现出了一丝怪异的光滑 然后不动神色地往后退了退 与此同时 大长老垂眸看着已经气不成声的胡叶 低声道 不要哭了 刚刚才说过你已经成年了 怎么还能哭呢 此刻 胡叶的心简直都要被悲伤给彻底吞噬了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憎恨过自己 自己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居然一直没明白大长老为何会突然答应自己的婚事 还如此着急地举办 这种悔恨简直令胡叶目自欲裂 可在听到大长老的话后 他还是努力地止住哭声 声音颤抖地说道 大长老你 大长老吃力地摆了摆手 不用说了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现在最主要的是你 说着 大长老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而等胡族听令 在 自现在开始 胡叶变为清秋之主 掌管九天胡族 而等须的权力配合 不可有丝毫一心 可明白 此言一出 无数胡族的眼泪夺眶而出 因为他们知道 这哪里是传位 分明是大长老在交代遗言啊 胡婉叶已哭成了泪人 但还是第一个吼道 大长老放心 我等明白 众胡族随之吼道 我等明白 其声震动大殿 也令所有妖族为之色变 熬夜看着这一幕 银牙轻咬 眼中满是复杂的光芒 而龙族大长老则在他一旁叹道 哎 一带天骄强者 就这样走向陨落了啊 天空之中 天好夜好不容易才平复下背阵的沸腾不已的气血 然后便面色冷峻地看着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正在这时 大长老用越发微弱的声音冲哭半余地的胡叶说道 胡叶 抬起头来 胡叶缓缓抬头 你要记住 自我走后 青秋胡国便由你来庇佑 你要尽心竭力 不可欺凌弱小 但也不能贪生怕死 可明白 胡叶已经哭得连话都说不出了 只能重重点头 是以自己明白了 就在这时 大长老的面容变得越发衰老 气息已经微弱到不可察觉的地步 即便如此 他还是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来冲薛安说道 铮连大人 这件事便拜托你了 薛安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而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直到听到大长老的话后 他才微微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下来了 自然会做到 大长老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多多谢 尽管只是两个十分简单的字 对此时的大长老而言却已经很是吃力 因为他已经衰老到几乎要气息断绝的地步 而且许多人都可以感受到 天道正在疯狂地排斥跟抹杀他 实际上他能称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正在这时 在大长老伸周的空间之中突然伸出了一根根芝麻 然后直接刺入了大长老的体内 开始往他的身体里灌输生气 胡婉惊喜地喊道 是三生数 可下一秒 他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便断绝了 因为天道的排斥和抹杀 这些生气刚刚进入大长老的体内便溢散了 与此同时 大长老轻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艰难地抬起手来轻轻抚摸着虚空之中的这些芝麻 别费力了老朋友 我这次真的要走了 芝麻轻颤 发出了阵阵乌业之声 好似在哭泣一样 呵呵 陪了你几千年 最终还是要提前走了 我很抱歉 说这话时 大长老的眼中罕见地现出了一丝光彩 脸上也带上了一层红润 可这种状态恰恰是最危险的 芝麻围绕着大长老不停盘转 似乎在焦急地寻找解决的办法 大长老呵呵一笑 好了 都活了上万年了 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来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胡叶 你肯定认识 我走后 你就要好好的帮助他来守护青秋胡国 明白吗 芝麻渐渐安静下来 上面却有点点水光滴落 回答我 明白了吗 芝麻点了点头 大长老这才艰难地吐出一口气 然后眼神便一点点暗淡下去 他轻声道 死亡原来是这种感觉吗 正在这时 薛安忽然快步走上前来 以肃然的声音言道 大长老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 死过一次是什么感受吗 我现在便可以告诉你 死亡的尽头是重生 重生 我明白了 大长老轻声嘀喃了一遍 眼中骚然爆发出璀璨的光滑 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利器 一把抓住了薛安的手腕 同莲大人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拜托你 薛安为不可查地点点头 然后俯下身来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放心吧 你死之后的机缘 我会替胡叶守护好的 大长老闻言之后 眼中满是释然之色 然后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解脱般的笑容 死亡的尽头是重生 这句话说得真好 话落 他身上的肌肤便开始片片剥离 刹那间 他的整个身躯变化为飞灰 散入了虚空之中 大长老 胡婉悲鸣一声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不光是他 所有的胡族 包括许多敬重这位 胡族大长老的妖族 也在这一刻跪倒在地 可天昊燕却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大长老死后的虚空之中 终于 在那散落的飞灰之中 突然现出了一道淡淡的光滑 天昊燕浑身一震 眼中暴射出无比贪婪的目光 是先帝机缘 都给我冲 实际上话还没说完 他整个人便以恐怖的速度直接跨越了弧形等人的阻拦 直奔那道光滑而来 并且在他的手中还出现了一道如同牢笼般的浮光 显然是有备而来 而在听到先帝机缘这四个字后 全场亦为之震动 第1870章先帝机缘 在诸天之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就是大罗以下的境界 只要你天赋足够 便可按部就般的修德 但等到大罗之后 每一步的晋升都意味着你将付出百倍的努力以及机缘 事实上机缘有时候甚至要比努力还要重要 所以诸天之中的大罗强者不说多如牛毛也算人数众多了 可先王强者相对而言却要稀少很多 而这还仅仅只是先王而已 诸天之中绝大多数的先王强者 终生都无可能再近半步 无畏别的 就是因为没有机缘 所以当初那位深渊之主才为了能够再进一步 哪怕是假的半步先帝都甘心情愿地成为某些存在的走狗 到最后 人们甚至有了这样一个说法 那就是诸天之中的先帝是有一个恒定的数量的 若想成为先帝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先帝死去 否则哪怕你修为你天都不可能正到先帝 这便是天昊燕等人会跑来清秋湖国的原因所在 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书李清的推算 发现这位大长老进入天人武衰之境 马上便要死去 为了夺取他的机缘方才赶了过来 现在机缘就在面前 天昊燕自然不肯放过 只见他的手一点点接近这道机缘 眼见就要成功将其捕获之时 一只手突然从旁边探出 直接搭在了他的手腕之上 天昊燕一愣 紧接着便感觉有一股佩然莫之能欲的距离 将他直接先飞出去 而后便听薛安轻移了一声 咦 居然没死 实际上薛安的这一击本来是想着直接了结了这个天昊燕的 毕竟在薛安的眼中 这个天昊燕仅仅只是个半步先王而已 这样的修为搁在诸天之中可能算是不错的了 但在薛安面前却完全的不够看 可万万没想到 本以为必死无疑的一击 却没能结果得了天昊燕 甚至天昊燕整个人都毫发无损 薛安自然为之惊讶 与此同时 天昊燕在半空之中重新站定了身形 然后便满脸猙獰地盯着薛安 你是谁 居然敢管我天道宗的事 我是谁 薛安微微一争 玄疾笑道 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 废话 我哪里知道你是谁 还有我告诉你 别以为自己实力不错就可肆意妄为了 乖乖将这道先帝机缘交出来 我可以放过你还有这青秋湖国 否则 天昊燕名笑几声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薛安微微一扬眉 吃不了兜着走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说着 薛安姓手抓住了空中的这道机缘 在手中掂量了两下 然后淡淡道 你不是要这个吗 没错 快将他交出来 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就这样被薛安随意地握在手中 天昊燕的呼吸不惊都粗重了几分 薛安微微一笑 看来你很想要啊 很想要那你跟我说啊 直接动手抢算什么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抢东西了 所以薛安猛地往后一挥手 这道机缘便被他直接打入了狐叶的眉心之间 已经被大长老的死打击得浑浑噩噩的狐叶只觉得是还陡然一阵剧痛 然后便晕了过去 但这机缘却就此跟狐叶融为了一体 薛安耸了耸肩 莫 你看到了 我一不小心将你想要的东西丢掉了呢 你应该不会生气吧 不会吧不会吧 莫非你真的生气了 天昊燕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狐叶 眼中简直都要喷出火来了 尤其在听到薛安的调侃后 他勃然大怒道 很好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遂了你的心愿 说着 他又一次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 但他冲上来得快 退下去的却更快 因为还没等冲到镜前 便被薛安一拳轰飞了 可尽管如此 他也仅仅只是倒飞出了一段距离 然后便再次站定了 薛安微微一扬眉 眼中浮现出一丝玩味的光滑来 刚刚那一拳他虽然只用了四成的力 但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半步仙王可以抵挡得住的 但这个天浩燕却仅仅只是被震飞出去 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这自然令薛安感到了好奇 有意思 不过几年没见 听到宗的弟子 实力已经这么强了麻 薛安似笑非笑道 天浩燕却是心中大定 然后节节冷笑道 呵呵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因为你死定了 哦 是麻 当然 因为你是杀不了我的 甚至连伤到我都不可能 而我 却能让你死无葬身 后面的肢弟两字还没说出口 在他身后突然传来了薛安那淡然的声音 伤不到你 那我今天还就偏要试试 随着话音 薛安一掌拍落下去 猝不及防之下 这天浩燕只能勉强抬起手来挡住了薛安的一掌 咚 又是一声俱响 激起的气浪迅猛地扩散开来 直接将这坚固的神殿都给轰塌了一堵墙壁 而半空中的天浩燕更是如一枚炮弹一样被薛安生生砸进了地面之中 只在地表遗留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孔洞 所有人都被这一掌的威力给惊呆了 但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 在那人形孔洞之中 狼狈不堪的天浩燕突然冲天而起 幕后道 你他妈 咚 又是一声俱响 这次薛安直接将他横着砸飞出去 然后轻轻吹了吹拳头 淡淡道 这是第二拳 我看你还能撑几拳 接下来便是薛安一个人的表演赛 只见半空之中 薛安的身形横冲直撞 将这天浩燕打得漫天飞舞 就跟一个人肉沙包一样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只有咚咚咚的巨响在神殿之中回荡 不 现在应该叫神殿的废墟了 因为在薛安的权威之下 整个神殿都已经倒塌 终于 在又是一拳轰出之后 天浩燕的身上突然传来一声细微却又极为清晰的咔嚓声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一样 天浩燕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而薛安则淡淡一笑 看来你身上这件甲咒也不怎么样嘛 第1871章大夏江青 天浩燕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二字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面无人色 因为就在这时 从她的胸前开始 一条条细微的裂纹开始浮现 紧接着 就好像一层蛋壳破碎开来一样 一块块鳞甲从她的肌肤之上掉落下来 化为了碎片 直到这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天浩燕的身上一直穿着一件甲咒 只不过这件甲咒十分神妙 在穿在身上之后会自动以化成肌肤的形态 从外表看去根本看不出丝毫的端倪 你到底是谁 同为人族 因何要插手青秋湖国的这件事 天浩燕满脸猙獰的怒吼道 正在这时 诸葛藏从角落的阴影中慢慢走了出来 然后从天浩燕微微一笑 天大少 别来无恙啊 李氏 天浩燕浑身一震 觉得诸葛藏十分的眼熟 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一直躲在一旁沉默不语的书李卿忽然惊叫一声 诸葛前辈 您是诸葛前辈 诸葛藏笑着点点头 没错 正是我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你应该是书李家族的传人 书李卿面色一素 然后深吸一口气 十分恭敬言道 书李家族第三十九代传人书李卿 见过诸葛前辈 诸葛藏目光为宁 第三十九代传人麻 那书李峰是你什么人 正是家族 很好 我跟你家族有过几面之事 这样算起来的话 我应该也算是你的前辈了 我实在搞不懂 以你们书李家族的性格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书李卿低下头 一脸难过地说道 实不相瞒 现如今书李家族已经只有我 还有几位失去战斗力的长老了 至于我为何要这么做 书李卿抬眸看向了一旁的天昊燕 与此同时 这位天昊燕也从正恶之中清醒过来 你 你是神算诸葛藏 没错 正是老夫 天昊燕的眼神渐渐冰冷下来 怎么 连你这堂堂的诸天第一神算 也要插手此事麻 诸葛藏轻叹一声 天少 我实在搞不清楚 天道宗跟青秋湖国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因何要突然之间大打出手呢 仅仅为了先帝机缘 怎么 这难道还不够麻 天昊燕冷笑道 现在这只老狐狸已死 整个青秋湖国可以说只剩下了小猫两三只 这先帝机缘向来都是有能力者居之 我要拿 应该不过分吧 此言一出 整个青秋中湖族都为之暴怒起来 胡婉在悲愤交加之下 连平素的淑女风度都给丢掉了你放屁 就你这点实力也敢寄予机缘 胡行更是默不作声地上前一步 满脸杀意地盯着天昊燕 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诸葛藏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收敛起来 不过分 当然不过分 但问题是 你能拿得了吗 天昊燕一阵地冷笑 然后回头扫了一眼身后这帮狐朋狗友 淡淡道 现在看来 凭我们当然是拿不了了 但是 天昊燕话风一转 满脸傲慢地说道 有我师们的帮助 这机缘必定还是我们的 只要我天道宗大军发誌 区区一个狐狸窝 根本就是弹指可破 这番话说得极为嚣张 却令在场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因为若是真如这天昊燕所说 那这件事还真就胜负难料了 毕竟 天道宗可是货真价实的星空大叫 数千年的底蕴导致其门下人才被出 现任宗主乃是一名顶尖的先王高手 更有传言说在奇门中还供奉着不可揣度的超级强者 这样的背景 不管是谁听了都会倍感压力 就连诸葛藏也是面色一鸣 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件事的棘手 天昊燕十分满意地看着在场众人的面色变化 然后极为嚣张地说道 所以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是乖乖交出先帝机缘 然后我扭头就走 从此相安无事 二马就是等着我天道宗大军压境 将尔等直接念为鸡粉 全场煞时间静默无言 龙族阵营之中 龙二公主熬一面沉似水 静静地看着 这位龙族大长老则忍不住叹道 果然是人走茶凉了 若是那只老狐狸还在世 哪里轮得到这样一个小辈在这里叫嚣呢 熬义没有说话 只是将目光停留在晕倒在高台之上的狐叶身上 目光闪烁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在火鼠族的阵营之中 这位火摇静的面色却变得十分古怪 其中有三分的畏惧 但更多的却是庆幸 庆幸自己没有嫁入青秋湖国 成为狐叶的妻子 因为看现在这样子 这青秋湖国俨然已经是大下江青了 如果他们不答应这位天好燕的要求 那等天道宗的大军一到 整个青秋湖族都有覆灭之为 即便是答应了 等他们将先帝机缘一线出去 那整个青秋湖国力马便会沦为妖族之中的二流势力 到那时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变故呢 想到这 火摇静不禁越发的庆幸起来 至于之前对于狐叶的种种感情 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笑话 感情能有自己的命重要吗 而在青秋湖国之中 胡玩几次张嘴欲言 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 因为尽管他比谁都愤怒 比谁都想杀掉这个天好燕 但他也比谁都清楚现在青秋湖国的处境 大长老一死 失去了顶尖强者的镇压 青秋湖国也已处在一种岌岌可为的境地之中 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目光 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比如这天道宗若是真的杀来 那青秋湖国可能真的就完了 所以他只能满脸悲愤地闭上嘴巴 然后侧过头去暗自垂泪 天好燕见状 脸上的神情不禁越发的得意跟张狂 可就在这全场静默之时 突然传来一个平静淡然的声音 两条路我都不选 此言一出 所有人齐齐抬头 看向了说话之人 只见薛安副手而立 冲天好燕唯唯一笑 因为我要选第三条路 天好燕的脸一下子变沉了下来 眼皮更是疯狂地跳动着 低吼道 你到底是谁 我叫薛安 不过人们一般都管我叫 红莲先尊 第1872章第三条路 红莲先尊 这四个字仿佛有某种牟利一样 令本来愤怒欲狂的天好燕 瞬间冷静下来 红莲先尊 你就是那个转世重生的红莲先尊 薛安微笑着点点头 如果没有中名之人的话 应该就是我 这下天好燕的脸色变得轻一阵白一阵 可谓精彩至极 因为这个名字他最近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甚至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 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不以为然 甚至认为那些苦口苦心劝自己再见到薛安之后不可放肆的长老们纯粹就是胆小 因为他再怎么厉害那也是上一世的事情了 这一世他转世重修 现在也仅仅只是个先王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毕竟 自己可是有那位老人家的灵甲护体的 可万万没想到 当真的见到薛安之后 他才终于理解了那些长老的话 这个薛安显然是不能用常理来揣舵的 因为仅仅只是几拳 便将自己赖以保命的灵甲都给轰爆了 这得多么惊世骇俗的实力啊 但很快天昊燕便冷静下来 然后冲着薛安冷冷一笑 原来是红莲大人 怪不得会管这件事 薛安跟胡叶关系默孽的事 整个诸天几乎人所共知 既然您已经管定这件事了 那我便给您一个面子 我们走 说着 天昊燕便准备带着众人离开 他很清楚 以自己的实力是根本打不过薛安的 尤其是在自己保命的甲咒 都被轰碎了的情况之下 而这薛安显然也不会 被自己师门的名头给吓住 所以现在最稳妥也最理智的做法 就是先行离去 等我回到师门之后 便想办法请出那位老人家来帮忙 到时候什么红莲不红莲的 全都是狗屁 天昊燕心中默默发狠 可就在这时 薛安却突然叫住了他 慢着 天昊燕停住脚步 奇怪道 怎么 红莲大人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我说让你走了吗 薛安淡淡道 此言一出 天昊燕先是一愣 然后眼中便现出了一抹怨毒之色 但很快便被完美地隐藏起来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红莲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过 你给的那两条路我都不选 我要选的是第三条路 也就是 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杀了你 这句话一出 天昊燕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光是他 全场更是一片哗然 因为若仅仅只是一个天昊燕 区区半步先王的修为 杀了也就杀了 关键是他的师门可是天道宗啊 从来还没人敢这么对天道宗的弟子说话 舒理清也是睁大了眼睛 手捂着嘴巴 傻傻地看着高台之上的薛安 他是最清楚天道宗到底有多厉害的 不然他的整个家族也不会被天道宗所致 自己也不会被迫跟天昊燕做这种事 与此同时 天昊燕渐渐恢复了清醒 然后目光不善地盯着薛安 语气阴冷道 红莲大人 你可知自己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呵呵 我乃是天道宗的首座大弟子 此次更是奉师命前来做事 你觉得我要是死了 我的师门会放过你 还有这青秋湖国麻 天昊燕瑟瑟地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不会 哼哼 天昊燕得意地冷哼几声 那 他本想说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 可是不等他说完 薛安便突然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连你的师门也一起灭了吧 你觉得呢 天昊燕傻眼了 这他妈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众人也傻了 谁能想到薛安会如此的霸气凛然 甚至连天道宗都不放在眼里 唯有诸葛藏呵呵一笑 似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一样 你你 天昊燕终于恢复了理智 然后双手战斗地指着薛安 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的身形突然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夜已来到天昊燕的身旁 天昊燕大惊失色 便要往后退去 可薛安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抬手便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便将其声声提到了半空之中 虽然天昊燕乃是半步先王的修为 这个实力扔到诸天之中都可算是一方强者了 但在薛安面前 他却好似一个孩童一样 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便被掐住了 一同被掐住的环有他浑身的血脉根修为 这令他连动一动手指都做不到 更遑论挣扎了 只见天昊燕面色长红 双目远睁地看着薛安 似乎不相信薛安真的敢对他下手 与此同时 跟随天昊燕而来的那些人也随之躁动起来 薛安却仅仅只是抬眸扫了他们一眼 一眼之下 这些人如跺冰窖之中 然后便乖乖站在原处不敢动了 这等赫赫威严 也令许多妖族女子眼中一彩连连 而后薛安冲着天昊燕淡淡一笑 你是不是觉得没人敢杀你 所以你才这么嚣张跋扈的 天昊燕连动都动不了 只能疯狂眨眼 眼眸之中也浮现出了哀求之色 可薛安却好似没看到一样 怎么 不说话 还是说你依然不服气 天昊燕简直都要哭了 她的心中疯狂呐喊 已将我死死掐住 我怎么说话啊 但她当然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满眼哀求地看着薛安 但接下来薛安所说的一句话 却令她如跺冰窖之中 甚至都忘记了求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身上的甲咒就是由那个家伙的 灵甲制作而成的吧 也就是说 他就潜伏在你们天道宗之中 天昊燕呆呆地看着薛安 是不是再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 薛安冷笑一声 然后手腕猛地一用力 咯吱吱 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 从天昊燕的脖颈之中传来 天昊燕的面色也由红变黑 双眼外凸 本来英俊的面容变得无比猙獰 在你 还有你们师门犯下滔天罪行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而现在 我仅仅只是先收个利息而已 说吧 薛安的手猛已用力 砰 天昊燕的脖颈被声声掐断 脑袋伴随着鲜血冲天而起 然后才掉落余地 并滚出了老远 第1873张恭喜你赢得了活下来的资格 无头尸体缓缓倒闭 薛安站在不远处 一身白衣依旧胜血其霜 连一个血点都没见到 就好似刚刚掐断天昊燕脖子的人 不是他一样 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 可就是这丝笑意却令许多人遍体声寒 尤其跟随天昊燕而来的这帮家伙 更是浑身发抖 面如死灰 甚至薛安都没有说话 仅仅只是抬眸看了他们一眼 这些人便自行崩溃了 只见其中一名男子突然十分激动地蹦出来 指着舒理清大喊道 红莲大人 这件事跟我们无关啊 都是他还有天少一起做的 对对对 其余众人连连附和 都是这个女人蛊惑的我们 舒理清的面色骚然变得涨红 眼中满是愤怒之色 你们你们 他简直都要被气死了 明明自己才是被胁迫而来的那个 结果反倒被这群人倒打一耙 正在这时 诸葛藏快步走上前来 薛老弟 我可以担保 这位舒理家族的传人绝非坏人 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苦衷 薛安淡淡道 哦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相信舒理家族的门风 而且如果他们真敢胡作非为的话 那他们所继承的勘封渔气之术早就应该失效了 所以我敢断定 这件事绝非他故意所为 舒理清文言十分感激地看向诸葛藏 薛安笑了笑 然后便看向了天好艳的这帮狐朋狗友 听到了吗 我朋友说的似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些人额头上都显出了冷汗 本打算将所有的责任都栽赃架 获给这个舒理清 没想到却踢在了马蜂窝上 最先发言的这名男子脸上挤出了一丝强笑 大大人 这 这都是误会 哦 误会 那好 那你现在就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误会吧 薛安双手抱在胸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 却令这名男子浑身都被冷汗给浸透了 啊 这 这 他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突然眼前一亮 刚想说什么 可就在这时 一缕剑芒直接从他的眉心刺入 然后从脑后炸裂而出 碰的一声问响过后 鲜血混杂着脑浆喷洒了一地 而后这名男子便满脸错了地往后倒下 崛起身亡 到死他都不相信薛安会突然出手 这时薛安淡淡道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而后薛安抬起头来看向了其余众人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谁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我便放谁离开 明白 这帮家伙浑身一颤 然后便如梦方醒一般开始鼓噪起来 大人请听我说 这件事真的跟我无关啊 我是被迫的 有人哭喊求饶 但回应他的却只有碰的一声问响 然后他便掩布了刚刚那人的后尘 脑袋炸裂而死 大人 我乃是双龙舍的传人 只要您放过我 我立即回去说动我的师门 让他们来支持您 有人在一脸冷静地利诱薛安 谢谢 但是不用了 薛安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 再下一瞬 这人的脑浆便也涂了满地 总之 不管这些人如何哭喊 如何说得天花乱坠 等待他们的永远都是那一声单调而乏味的梦想 随着一具具尸体的倒下 站着的人越来越少 地面已经被鲜血和脑浆染成了红白相间的颜色 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薛安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无关一样 终于 幸存下来的这几个人彻底崩溃了 性虚的 你这个混蛋 你不得好死 有人破口大骂 但很快便也随着一声闷响而崛起身亡 其余的几个人则一脸麻木地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因为在真正的恐惧面前 人是会绝望的 正在这时 薛安伸出了一根手指 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回去送信 也就是说 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但具体是谁 那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话音刚落 其中一人便对身旁的人下了死手 但这人显然也早有准备 居然生生格挡住了这一集 刹那间 这几个人便开始自相残杀 手段之惨烈简直令人心惊肉跳 仅仅一盏茶的光景 最终的胜负便绝了出来 只见一人浑身欲血 摇摇欲坠地站在场地中央 满脸畏惧地看着薛安 大 大人 我胜了 薛安微微一笑 很好 恭喜你赢得了活下来的资格 接下来我需要你回天道宗报信 告诉他们 人是我杀的 而且我不会走 就在青秋湖国等着他们 听懂了吗 这人点头如捣蒜一般 听懂了 那你去吧 这人毕恭毕敬地冲薛安身失忆礼 这才飞升而起 战战兢兢地飞走了 等他走后 薛安收回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书理清 淡淡道 现在该说说你的事了 书理清浑身一颤 然后便低下头来将事情的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说罢之后 他双目含泪地说道 天道宗将我书理家族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逼迫我替他们寻找先帝机缘 我虽然百般不情愿 可为了家族的延续 最终只好答应下来 诸葛藏文言急道 那现在天好厌死了 你家族的人怎么办 书理清摇了摇头 满脸黯然地说道 我不知道 诸葛藏更急了 薛老弟 这可怎么办 要早知道这个就让书理清回去报信了 这样还能迷惑一下天道宗 却安文言却摇头轻笑起来 你说错了 越是那样 他家族的人便会死得越惨 反倒是现在这样 他的家族还有一线生机 诸葛藏的眼中现出一丝迷茫之色 但毕竟是在诸天之中混迹千年的老江湖了 因此很快便明白过来 不禁恍然道 说得没错 这样的话反而还有一线生机 毕竟那天道宗在摸不清底细的情况下 肯定不会轻举妄动 大概率会将书理家族的人一起带过来 却安笑着点点头 正要说话 正在这时 高台之上的胡鹰忽然惊喜地大喊起来 哥 你醒了 第1874章宣战 胡叶缓缓睁开眼睛 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阿柔那张满是泪水的脸颊 他呆愣愣地看着 整个人就像是傻了一样 连一向灵动的双眸也变得呆滞起来 这种状态也吓坏了众人 胡鹰声音发颤 地喊道 哥 你怎么了啊 你说话啊 你别吓我 却安和诸葛藏这时也赶到了近前 见到这一幕 却安的面色也不禁有些黯然 正在这时 胡叶浑身一颤 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了那张椅子 椅子上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胡叶的双眸之中逐渐现出了泪光 然后便如衣纸伤兽一样 嘶声低吼起来 大长老 一声之后 他张嘴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与此同时 远方虚空之中的这棵三生树也随之晃动起来 紧接着整个树冠便在一瞬之间开满了洁白的花朵 看着这样一幕奇景 许多人都傻了 这 这棵树是在为大长老代孝啊 胡碗强忍泪水 是痴泥难道 此言一出 众胡族无不落泪 因为三生树乃是整个胡族的精神信仰 而大长老则是胡族心目中的神 现在神走了 只余下了一棵不会说话的树 这令整个胡族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这时的胡叶依然如野兽般私生低吼着 同时他的形态也开始变得极不稳定 浑身的毛发不停生长 身后也现出了那六条尾巴 似乎要现出本体原型了一样 阿柔健壮紧紧抱住了他 哭着说道 胡叶 你醒醒 你不要这样 可一切都于是无骨 胡叶的双眸似乎都变得血红起来 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快步上前 对着胡叶的脸羊手就是一耳光 这一巴掌扇得极狠 胡叶都被打蒙了 双眸无意识地看着薛安 薛安面如寒冰 沈声道 哭够了没有 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闹下去 胡叶眼中的血色逐渐吞去 薛安接着说道 没错 大长老死了 但他临死前怎么对你说的 李今后便是青秋之主 所有胡族都在等着你拿主意 你可倒好 居然这样孩子气得哭闹不休 你对得起谁 这番话说得很不客气 但随着薛安的贺问 胡叶的状态渐渐平静下来 身上的异状随之吞去 眼中也第一次显出了灵动的光芒 我明白了 胡叶慢慢站起身来 轻声言道 等他完全站定之后 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 棒驳的先王之威肆意而出 镇压的全场妖族都为之一领 大长老死了 我即为青秋之主 所有胡族听令 胡叶淡淡言道 一声令下 胡挽胡行 乃至整个胡族齐齐功身 在 人族天道宗既予我族机缘 行事卑劣 我胡叶现在宣布 青秋胡国即刻起与天道宗宣战 莫 所有胡族齐声应道 而这般气势也令在场的所有妖族为之色变 胡叶看向了他们 沈声道 很抱歉 我的婚礼到此结束 诸位可自行离去 等将天道宗诸灭之后 我再邀请诸位前来参加大长老的葬礼 此言一出 许多妖族暗暗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怕被牵扯进这件事中 毕竟一方是青秋胡国 另一边则是赫赫有名的人族顶级宗门 打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因此在听到胡叶的话后 众多妖族连招呼都没打遍忙不迭地离开了 其中走得最快 也最决绝的居然便是那位活属族的长公主火摇静 只见她满脸黄极之色 真恨不得爹娘再多伸两条腿 急急忙忙地便往外跑去 而且从始至终 她都没看胡叶一眼 仿佛之前的种种感情都在此刻画为了泡影一样 胡叶面无表情地看着 并没有说什么 倒是胡应再见到这一幕后冷恒一声 真是葛建峰使舵的贱人 之前哭着喊着要嫁给我哥 现在青秋胡国刚出点事便跑得比谁都快 呸 胡应故意说的声音很大 许多人都听到了 火摇静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她面色一变 恨恨地瞪了胡应一眼 却无半点羞愧之色 怎么 现在你哥都娶了老婆了 难道我还要在这带着陪你们一起送死吗 火摇静的话一出口 跟在她身后的这帮活属族的长老们脸都白了 现在青秋胡国的这帮狐狸们正是群情激愤之时 火摇静的这番话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 真是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啊 许多妖族也不禁暗暗想到 果然胡应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 李才送死 李这个贱人 当初死缠着我哥不放 现在形势不妙利 急就想溜走 什么东西 不光是胡应 胡碗还有胡行等 胡足也是面色不善的丁着火摇静 火摇静面色一白 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但一贯跋扈的她又怎会在这时示弱 因此强装镇定地说道 送不送死到时候就知道了 不管你怎么说 我反正是不奉陪了 而且我估计也不会有人肯陪你们在这待着了 说着 她冷笑几声便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 龙二公主傲义慢慢走了过来 冲胡叶淡淡道 新婚快乐 胡叶点了点头 多谢 二公主慢走 慢走 傲义笑了笑 谁说我要走了 嗯 胡叶便是一愣 你可傲义并未理会她 反而转过身来看向火摇镜 淡淡道 你刚刚不是说不会有人肯留下来吗 那我就偏要留下来 而且不光是我 我所带来的龙族精锐也都不会走 因为我倒想知道知道 这天道宗到底有多厉害 居然敢插手我妖族之事 火摇镜的面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即便脑残如她 此刻也看出了端倪 这傲义显然是准备帮青秋胡国了 但她却不敢说什么 因为谁不知道这位龙二公主 一旦发起风来 可是神鬼不计的 到时候再暴打自己一顿岂不冤枉 因此她只能故作姿态地冷恒一生 然后转身便走 很快 众妖族便走了葛金光 只剩下了傲义所带来的龙族 众人没有离开 胡叶这时也明白过来 然后十分真诚地道谢道 二公主 多谢 熬一百了白首 不用谢我 也不用误会什么 我就是单纯看不惯天道宗这帮家伙的嚣张而已 第1875章星空大叫 一切都暂时地安静下来 之前张灯结彩的红色喜字还没接下 整个青秋胡国都笼罩在一股哀伤的气氛之中 诸葛藏收起金针 审声道 胡叶 你刚刚急怒攻心导致修为受了些损伤 我已经真度饿 帮你恢复了一下 但也不能太过激动 需要休养几日 胡叶点点头 我明白了 多谢 诸葛藏奇怪地看了胡叶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转身退出了房间 此刻 薛安正站在外面的走廊之中 眺望着远处的虚空 听到脚步伸后 他头也不回地问道 怎么样 身体没什么大碍 只是 只是什么 算了 可能是我多虑了吧 诸葛藏轻叹一声 然后便走到了薛安身边 你在看什么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老道 你觉得死亡的尽头是什么 死亡的尽头 诸葛藏微微一愣 然后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说实话 他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轻吐一口气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忽然问这个问题 薛安轻声道 胡足大长老在生前问过我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我是死过一次的 应该比别人都理解这个问题 诸葛藏恍然 所以你是怎么回答的 当时在高台之上 薛安跟大长老之间的对话 有许多都是被封印的 外人根本不得而知 我告诉他 死亡的尽头是重生 重生 诸葛藏轻声重复着这两个字 不知不觉间便再次陷入了沉思之中 是啊 就是重生 薛安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虚空中的那棵三生树 因为一切的终结便是一切的开始啊 此言一出 诸葛藏浑身一阵 然后身上的气机便陡然一变 似乎是悟通了某些关爱一样 气势开始节节攀升 我明白了 诸葛藏的脸上现出欢喜之色 然后十分致诚地对薛安说道 多谢 薛安笑了笑 不用谢 你能领悟到什么都是你自己的机缘 说吧 薛安便迈步走入了虚空之中 往那三生树而来 此时的三生树开满了白花 在这星空照耀下散发着一股令人目眩的美感 薛安并不着急 而是一步步地走着 但就是这种速度 却令他在眨眼间便来到了树顶之上 那尊白玉塔依然矗立在原地 只是里面的人却已经不在了 薛安低下头 看向了脚下的树冠花海 就在这无边花海的中心 也就是树冠的正中 赫然有一颗小小的果实 这果实通体烟红 并不起眼 却给人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就仿佛里面有一个生命正在孕育一样 见到这个小小的果实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看来你果然还是抓住机会了 对麻 大长老 与此同时 清秋湖国所发生的事犹如一颗超级核弹 令整个妖族都炸开了锅 湖族大长老身允 天道宗首座大弟子被杀 虎叶即位 并对天道宗宣战 每一件拿出来都是足以震动诸天的大事 至少整个妖族都被惊呆了 不光如此 这个消息正在以恐怖的速度疯狂往外传播着 所过之处 诸天都为之震动 一切都只因为这天道宗实在太过强横了 星空大叫 顶级宗门 这样的存在 平时是许多人都不敢直视的 结果这次却在清秋湖国者几尘沙 不光所谋求的事没有达成 还搭上了首座大弟子的性命 所有人都清楚 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一场大战 因为天道宗若是不能将这件事妥善处置好的话 那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 更为关键的是 此次出手的还是那位转世重生的红莲先尊 这下事情就变得更为为妙了 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对薛安的重生而虎视眈眈 用之前丽景行的那句话说就是 有许多人是不想看到薛安活过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一股暗潮开始涌动 许多贫宿隐藏极身的人物都在此刻悄悄现出了身形 天道宗当听完这位报信之人的话后 偌大的大殿鸦雀无声 众位天道宗的执事全都面线怒涩 却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因为他们的宗主还没说话 这位天道宗的宗主名叫天素 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年纪 面容威严无比 尤其他的那双眼睛 简直如同深渊一般 拥有着无穷的威慑之力 此刻他坐在正中的主位之上 面色平静 手里则把玩着一枚玉蝉 可谁都知道 这位天道宗宗主表现的越是平静 也就意味着他内心之中的怒火越是赤裂 一股凛冽的威势笼罩全场 压迫的许多人面色苍白 连头都抬不起来 顶级先王的实力 令他其心动念之间都有无上威严 两久之后 他唯唯一扬眉 冷笑起来 红莲先尊 呵呵 上一世你以先尊之力威压诸天 我不得不服 但这一世你不过才正道先王便敢如此嚣张 还敢坏我好事 真是找死 他一说话 满屋之人才敢发声 没错 这薛安特嚣张了 这次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对 那机缘不是被狐叶给吞噬了吗 到时候将这只狐狸抓回来 直接以他做祭品 照样可以获得先帝机缘 一时间议论之声四喜 天素摆了摆手 好了 一声之下 屋里立即要安静下来 然后天素便看向了这个暴性之人 你说那猪的藏也在 而且书里亲也投靠了他 他慌忙点头 回宗主大人 确实是这样 天素文言冷笑几声 好 很好 真没想到书里亲 这的女人 居然敢背叛自己的家族 一旁的一位直视文言 立即上前一步道 宗主大人 既然这书里亲如此行事 那便将他的家族全部图灭算了 也好以警校友 天素却摇了摇头 不急 那帮废物杀不杀的都无所谓 留着他们还能有点用 说吧 他还是在场所有人 大家应该都听到了 浩燕已经死了 我们天道宗从剑派以来 还没人敢如此行事 而且青秋湖国居然还敢跟我们宣战 那好 那我们便让这帮狐狸知道知道 什么才叫星空大交的厉害 第1876章九头怪蛇 末 大殿之中 所有天道宗只是跟弟子们齐齐功身应道 升阵四野 令天道宗周遭的星域都在微微占动 生活在这片星域之上的无数人都在同一时刻察觉到了异样 脸上全都浮现出敬畏之色 甚至有那依附于天道宗的修士当即便跪倒在壁 朝着天道宗的方向叩头不止 嘴里念念有词 一脸狂热的表情 在这些修士的心目中 天道宗就宛若一轮惶惶大日一般 乃是这片星域 甚至整个诸天的最高主宰 而这种来自亿万生灵的敬畏跟崇拜之情也化作道道滑光 汇入了天宗的体内 天宗的脸上浮现出惬意之色 他很享受这种屹立于亿万万之人的感觉 就仿佛天地万物竟在其一手掌握之中一样 令人迷醉 但突然间 天宗的面色微微一变 然后便审声道 你等先下去准备 是 众人躬身退下 而后天宗转身便走向了神殿深处 这是一片近乎虚无的空间 没有上下左右 没有时间流逝 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 当天宗走入其中后 便毕恭毕敬地冲着黑暗深处一公身 妖祖大人 您照我前来有何事 随着他的话音 黑暗开始翻滚涌动 墨地 黑暗之中睁开了一支巨大的眼眸 这支眼眸是如此的巨大 甚至给人一种占据了整个空间的济世感 而且这支眼眸之中散发着妖异的鸿芒 威势之强 即便是身为先王的天宗都不禁内心为颤 巨眼盯着天宗看了片刻 然后便从虚空深处传来一个满寒无上威严的声音 我让你夺取的机缘可曾抢到手了吗 天宗浑身一颤 赶忙言道回妖祖大人 事情本来就快要成功了 那青秋湖国的大长老叶已生死 可就在马上便要将机缘收入囊中的时候 突然有人插手此事 最终导致功亏一愧 什么 黑暗之中传来一声力喝 庞大的威压直接将天宿阵飞出了老远 等勉强站定之后 脸上不经现出了一抹苍白 居然有人敢坏我好事 到底是谁 这个声音暴怒着说道 是 是那位转世重生的红莲先尊 天宗战战兢兢的说道 红莲先尊 缺安 没错 就是他 声音突然沉默下来 天宗有些惊惧的看着 心中却在暗暗盘算 这件事若是有这位妖祖大人出手 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什么狗皮先尊 到时候全的乖乖投降 因此他暗暗一咬牙 换做一副谄媚的笑脸道 妖祖大人 您这段时间一直在沉睡 所以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 这薛安重生归来之后风头正进 刚刚正道先王便灭掉了五行协地等几大协派高手 风头一时无两 这件事也是最终坏在了他的手中 说到这天宗的脸上显出黯然之色 就连您一直最喜欢的浩燕都死了 说到这他偷眼看向虚空深处的这只巨大眼眸 想从其中看出点端倪来 但除了那闪烁不定的妖翼鸿芒外 他什么都没看到 又是一阵良久的沉默 天宗终于忍不住 再次出口言道 妖祖大人 好了 不用说了 这些我都知道 虽然我在沉睡 但我的一句分身就是毁在了这个薛安的手中 至于天好燕 声音变得极为冰朗 他身穿由我亲自刺下的甲咒都会被杀 只能说明他是个废物 那您看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办 天宗问道 先帝机缘肯定要得到 所以这青秋湖国必须的灭 至于这个薛安 黑暗之中突然睁开了一只又一只的眼睛 刹那间 足足九只巨大的眼眸便将整片虚空都给占据了 同盲照亮了这个空间 直到这时方才看清 在那黑暗之中赫然是一只巨大猙獰到难以形容的怪蛇 蛇身盘踞起来 不知道有多长 而在高昂的蛇躯之上赫然长着九个蛇头 蛇头之上便是这只巨大的眼眸 整个景象就仿佛人在最深沉的梦魇之中所见到的怪物一样 邪恶 猙獰 而又极端恐怖 可在看到这条怪蛇之后 天宿却满脸激动的跪倒在地 公营妖祖现身 对于崇尚力量的他而言 面前这条怪蛇虽然丑陋无比 却意味着无上的威严跟权柄 结结结 其中一个蛇头发出了阵阵怪笑 大张的嘴巴里往下滴落着腥臭的嫌疑 老九 睡了这么久 为何要将我唤醒 给我个理由 否则我将你的脑袋咬下来 最开始的那个蛇头神声道 心地机缘已现 只要夺取到手 我们便可脱困而出 嘎嘎嘎嘎 太好了 快 我要离开这 我要品尝那鲜美的血肉 这八个蛇头开始狂舞欢呼起来 那景象真好似群魔乱舞一样 可天宿却一脸痴迷地看着 眼中满是狂热 但现在有人正在阻止我们获得机缘 是谁 我要活生生吃了它 这八个蛇头文言怒吼起来 缺安 当这个名字一出现之后 八个蛇头瞬间要安静下来 红莲先尊 怎么 你要夺取的机缘是它 当然不是 除非我们本体能够脱困而出 否则是夺取不了它的机缘的 是青秋湖国的那只老狐狸 本来就要成功了 结果这个薛安却插手了这件事 混蛋 这个混蛋 居然敢坏我好事 必须要让它再死一次 这八个蛇头怒吼起来 然后猛的一张嘴 庞大的蛇躯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网上蠕动一样 紧接着 这些蛇头的嘴里飞出了无数触手 在空中挥舞不定 然后彼此交织融合在一起 居然形成了一具人形轮廓 天素想到了什么 满脸激动的看着 终于 一切融合完毕 一具近乎完美无缺的男子躯体便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而后这条九头怪蛇便缓缓退向了黑暗之中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这名男子猛的睁开了双眸 一对爬行动物独有的树童之中光滑一闪 充满了难以形容的邪恶跟阴朗 天素跪地叩头 弓声喊道 妖祖大人 男子低下头看了他一眼 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令人通体声寒的邪笑 召集天道宗所有弟子即可出发 剿灭青秋湖国 是第1877章交锋将至 片刻之后 古老而又深沉的战争号角被吹响 占据了足足一个星域的天道宗随之沸腾起来 一个星空大教之所以被称作星空大教 首先就是要有超级强者坐镇 其次便要有深厚的底蕴 而这两点天道宗全都具备 因此当战争号角吹响之后 无数弟子涌向了空中 光滑之盛 简直如同喷泉一样 驱空之中 更是有一架架方圆 猝十万里的战车缓缓使出 那冰冷的炮口之中 全都闪耀着足以蔑视的光滑 易明明最少也是顶级真先的直视 在空中排列出了一个个方阵 而越是靠前 方阵的实力就越强 到了最前方 几乎都是半步先王的强者 尽管经过无数次加固 但这次的威势实在是太恐怖了 恐怖到将这坚固无比的空间 都被震出了一道道裂纹 黑压压的人群更是一眼都望不到边际 九头蛇男子站在一架最为庞大的战车之上 一对树桶之中满是冰冷的光芒 此时的他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缅符 缅符之上绣满了日月星辰山川湖泊 衬托的他那张完美无缺的脸颊 越发威夷不凡 甚至仅仅只是站在那便令人有一种想要跪倒膜拜的冲动 天素毕恭毕敬地站在他身后 不无得意地说道 妖祖大人可还满意麻 九头蛇男子嘴巴咧开 露出了满嘴三角形的牙齿 之前的威夷跟俊美瞬间消失无踪 血腥而恐怖地笑了起来 不错 虽然都是一群废物 但废物多了 看起来也是好看的 天素笑容一僵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此处距离青秋湖国有多远 回大人 若是全素前进的话 十天可到 好 那现在即可出发 是 九头蛇男子转身向战车之中走去 在经过天素身边的时候突然停住脚步 伸出蛇性般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对了 在这十天之中每天都要给我提供十名金仙级以上的女子 一般的女子太没意思了 随便一下就死了 根本玩不尽兴 是 天素立即点头应道 九头蛇男子笑咪咪的拍了拍她的肩膀 然后便走了 天素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转过身来冲远处的直视吼道 快去抓十名金仙女修过来 然后集结战阵 即刻出发 轰隆隆 当战阵集结完毕之后 无数架战车承载起众人开始往虚空进发 天道宗终于展现出了一个星空大教全部的实力 化身为蜘蛇 化身为猙瘾的战争巨兽 朝着青秋湖国碾压过来 而这一幕画面 也通过各种方式传遍了整个周天 思 天道宗这次可谓是清朝而出啊 有修士惊叹道 清空大教的实力 当真恐怖如斯 光这些战车就足以碾压一般的宗门了 这下清秋湖国算是完蛋了 本来就刚失去了一名爵士强者 又碰到了天道宗这样的对手 可谓逼死无疑 话不能这么说 那位红莲先尊不是就在清秋湖国之中吗 呵呵 就算他再又能如何 他现在也仅仅只是一个先王而已 并不是当初那位纵横无敌的先尊强者啊 有人冷笑道 拭目以待吧 我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 这场大战必将十分精彩 众人议论纷纷 但唯有少数一些人注意到了画面中的异样 在一座古老而又巨大的神庙之中 一名蒙着黑色面纱的女子看着水镜之中的画面 沉吟不语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两久之后 他抬起头来 一对若秋水般寒凉的眸子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圣女大人 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祭司柜在地上十分恭敬的问道 鼻子淡淡道 天道宗宗主天宿一直站在战车之外 满脸恭敬的等待着什么 可见战车之中肯定有某种存在是令他都为之敬畏的 林氏说 我的先知之眼看不透笼罩在战车之上的那层迷雾 祭司浑身一震 面现惊骇之色 连圣女大人的先知之眼都看不透 那对方到底什么来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便是传说中隐藏在天道宗中的那位超级强者了 李子轻声言道 忽然站起身来 准备出发 这场大战显然非同小可 我路神殿自然不能缺席 是 与此同时 类似的场景正在各大宗门之中上演着 人们都很清楚 这一场大战表面上天道宗与清秋湖国之战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 却是薛安重生归来后所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挑战 之前在地球之上他单挑六大先王并取得了胜利 成绩虽然令人惊叹 却远不能跟这次相比 毕竟 五星邪帝虽然厉害 但跟天道宗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不光如此 众多因为薛安重生之势而蠢蠢欲动的痴魅王良也在此时变得活跃起来 暗潮涌动间 一场震骨朔惊的大战即将爆发 与此同时 在清秋湖国之中 气氛也明显变得紧张起来 胡婉和胡行等众多长老面色凝重的静静出出 忙着布置防御阵型 哪怕是一只最普通的小狐妖也在尽其所能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尽管如此 当天到宗霞大军号浩荡荡杀奔而来的消息传过来后 许多狐族的脸上还是不禁现出了绝望之色 他们都很清楚 现如今的清秋湖国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天道宗的攻势 难道说存续了上万年之久的清秋湖国就要这样隐面吗 相比之下 胡叶则要平静得多 每天他都会绕着整个清秋湖国转一圈 所过之处 众多狐族看着他那镇定自若的样子 心中便会生起一丝希望 尽管微弱 但至少也是希望 不是麻 但如果说现如今整个清秋湖国之中谁是最平静的 那肯定非薛安莫属了 他甚至都很少露面 基本上都待在房间之中跟诸葛藏喝茶饮酒 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薛安菊起酒杯 把玩了一番后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淡淡道 老道 你觉得这次 胜败如何 诸葛藏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薛安微微一挑眉 怎么会不知道 李难道没算过麻 诸葛藏苦笑一下 这等牵扯因果众多 是关注天格局的大战我怎么能算得出来 但唯有一点值得注意 什么 诸葛藏的面色变得缩然起来 那就是传闻中 天道宗的那位超级强者 第1878章大军压境 虽然算不出最终结果 但私下里我也排过几卦 结果无一例外 整个天道宗都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给遮掩了 说到这 诸葛藏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巨色 甚至连声音都有些发颤 这股力量的阴冷跟邪恶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甚至连我也从未见过 却安静静的听着 突然笑了笑 老道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青秋湖国等着天道宗来麻 诸葛藏一愣 难道不是因为先帝基缘麻 那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却安放下手中的酒杯 冲诸葛藏眨了眨眼 四笑非笑道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诸葛藏 然后便忍不住说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勾起我的好奇却又不往下说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会睡不着觉的 却安黑黑一笑 有个满头肉计的家伙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不可说不可说 诸葛藏一口气没顺过来 嗆得自己直咳嗽 好半嗓才恢复正常 然后叹气道 说真的 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 我早就跟你干起来了 却安哈哈大笑 笑声震动整个青秋湖国 令众多湖族为之疑惑 怎么回事 却哥哥为何这么开心啊 正忙着跟湖晚一起布置防御阵型的湖英抬起头来一脸疑惑的说道 不远处 正会五招数十条触手运输各种物品的张小瑜也忍不住探出头来 满脸好奇的说道 是啊 大人怎么这么开心啊 一个分神之下 他的触手稍稍晃动了下 结果一枚中有数顿的玉随金石直接掉落下来 好巧不巧 正好砸在了埋头干活的小沙的脑袋上 砰 玉随金石四分五裂 小沙当即栽倒在壁 小沙 小沙 安言惊叫一声 赶忙冲了过来 可小沙却一动也不动 似乎已经晕死过去了 张小瑜被彻底吓傻了 脸色苍白的好似一张白纸 手忙脚乱之下 触手还在空中打成了一个死结 然后叠叠撞撞的扑了过来 小沙大人 你怎么了 你可不要有事啊 嗚嗚嗚嗚嗚 小沙大人 你这是被砸死了吗 张小瑜哭天抹泪地喊道 你才被砸死了 趴在地上的小沙闷声闷气的喊了一声 然后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张小瑜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玄机想到了什么 脸上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先去忙了 说吧 她忙不迭地回到工作岗位之上 专心致志地做起搬运工来 这个小插曲很快变过去了 众人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就连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 也在尽其所能地做着事情 一切本来相安无事 可就在这时 张小瑜的触手突然又一次颤动起来 这下 几块玉石混杂着各式各样的器械 也全部砸落下来 站在下面的小沙被又一次砸倒在地 这下小沙可火了 张小瑜 你想干什么 找死吗 怒吼声中 小沙便想冲过来收拾张小瑜 可这时的张小瑜却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天空 颤声道 不是我 是空间在震动 众人闻言一惊 连忙开始探查 果然 去空正在以轻微的幅度震荡着 带动的青秋湖国范围内的所有星球都在轻颤 这下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虚空之所以会如此轻颤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有极为恐怖的存在正在降临 与此同时 胡叶叶已出现在了高台之上 一脸凝重地缓缓道 是天道宗 他们来了 在他身旁 薛安和诸葛藏不知道何时也已经来了 就连龙二公主也察觉到了异样 率领着手下赶了过来 初里清满脸惊巨 浑身都在微微战斗着 因为他认出了这股气息 当初自己的家族就是在这个气息之下覆灭的 所以他对此可谓是刻骨铭心 所有人的面色都随之凝重起来 唯有薛安面色平静 目光炯炯的仰望着天穷 淡淡道 来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许多熟悉的气息呢 话落 但见天穷之上的虚空陡然泛起了涟漪 然后便见一架架巨大无比的战车从中直撞而出 眨眼间便遮蔽了整个天空 甚至将青秋湖国的星域都给挤了个水泄不通 而在那动辄促十万里的战车之上 密密麻麻 占招数不清的天道宗弟子 每一个弟子都有着不俗的修为 所以当他们集结成方阵之时 气势之雄魂乃至在方阵上空形成了道道幻象 更为令人瞠目的还是站在前面的方阵 因为组成这些方阵的都是天道宗的直视 随便一个拿到外边都是响当当的强者 可在此刻却如车载斗辆一样 令人头皮都为之发麻 而在最前面那架富力堂皇的战车之上 天宿以及天道宗的众多高等职士站在一起 正用冰冷的目光俯瞰着众人 见到这一幕 随后赶来的这位陆神殿圣女 不禁轻叹一声 完了 清秋湖国输定了 没错 这次来到清秋湖国的环不仅仅只是天道宗的人 有许多好事之人也一同跟了过来 不过他们大多不敢靠得太近 而是站在远处的虚空之中对着清秋湖国指指点点 则则 看清秋湖国现在的样子 应该是必败无疑了啊 没错 天道宗大军压境 这帮狐狸要想活命唯有认输投降了 当然 这些议论的人基本都是些小角色 如露神殿圣女这样身份的存在 都是各自站于某处角落之中 面沉似水的看着面前这一幕 至于在这其中有多少是别有用心而来的 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不光如此 当天到宗的人降临在清秋湖国之时 各大妖族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观看到了现场的景象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没有人说话 场中近的可以听到风吹过衣角所发出的烈烈声响 终于 天宿的目光停留在了薛安的身上 然后便冷笑起来 红莲仙尊 好久不见啊 第1879章否则怎样 言语之中满是阴阳怪气的野鱼跟嘲弄 却安也没有生起 反而微微一扬眉 似笑非笑道 天宿 果然是你 当初我为先尊之时你就是先王 现在我都转世重生 重新正到先王了 你还是先王 怎么 你是打算一辈子都当个小小的先王吗 话语飘散在空中 也令在场或者不在场的众人全都为之震动 许多人睁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先王居然都成小小的了 要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 先王都是绝对的强者 即便是先帝强者 也不敢笃定说自己一定能秒杀的了先王 可问题是这番话从薛安的嘴里说出来 却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一点也不违和 也唯有他才配用这种语气这么说 因为 昔日的他 可是为压重心欲的先尊啊 一念至此 许多人不禁想起了当初被红莲夜火支配的恐惧 神情随之变得色缩起来 入神殿圣女看着远处那的一身白衣圣雪的少年 目光有些复杂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薛安的真容 上一世薛安为先尊之时 他还不是圣女 但关于薛安的事迹他可是听过太多了 在来之前 他还想过薛安会是什么样子 可等真的见到之后 还是感到了深深的惊恶 因为薛安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清秀的少年 完全看不出昔日先尊应有的霸气 说实话 当时他还挺失望的 所以才会断言清秋湖国死定了 直到听到薛安这番霸气肆意的话 他才浑身一震 然后心中生起了一丝奇怪的念头 没准 清秋湖国不一定会输 天素的面色则陡然变得铁青 却没有回应薛安的话 只是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舒理清 舒理清 你居然敢背叛天道宗 可曾想过后果麻 舒理清浑身一颤 与此同时 有人押解着一群衣衫褂褂片体鳞伤的人走了上来 父亲 哥哥 舒理清惊叫一声 被押来的正是舒理家族的人 他们目光呆滞的跪在地上 直到听到舒理清的哭喊 许多人的眼中才现出了一丝亮光 清人 其中一名少年痴痴呢喃着 突然浑身一颤 从迷茫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大声喊道 快跑 不要留在这 可下一秒 他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因为有人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巴 这名少年只能满眼焦急的看着舒理清 眼神之中的含义很明显 那就是让舒理清快跑 舒理清夜已哭成了一个泪人 天素很满意这个效果 然后转过头来冲着薛安皮笑若不笑道 先尊大人 你不是说我只配当葛仙王吗 那我现在便将这舒理家族的人杀光 也算是为你的话助助性了 如何 这话很明显是在挑拨离间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轻描淡写的一耸间 请便 要杀的话就请尽快 否则待会你可能就没机会了 李 天素不经为之一愣 薛安笑了笑 你是想问我为何不被胁迫对麻 天素没有说话 但沉默已经表明了他的答案 很简单 因为杀人的是你 而不是我 所以我为什么要被胁迫呢 大不了到时候再让你付出惨痛十倍的代价 他当作代价便行了拜 薛安语气轻松的说道 朱李清的面色轻一阵白一阵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他并未失望说薛安会替自己出头 毕竟这件事即便是自己受胁迫才做的 那也不代表会被原谅 可他也没想到薛安会如此的满不在乎 这下反倒是天素被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 杀书李家族的人可谓易如反掌 但总得考虑一下性价比吧 现在就这么杀了 反倒像是自己在听从薛安的吩咐一样 因此他略意沉淫 然后便宁笑起来 你让我杀我就杀 我怎么那么听你的话呢 说着他一挥手 有人又将书李家族的人给压了下去 薛安的眼中现出一抹狡辖之色 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唯有这位路神殿的圣女看到了 然后她便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正在这时 忽然便听天素身后的战车之中 传来了一阵酣畅淋漓的大笑之声 紧接着便见车连一聊 从中扔出了十具被吸干惊破的干湿 天素面色大喜 恨恨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便毕恭毕敬地退到一旁 而后便见从战车之中走出了 一名身穿黑色脸服 身材匀称 面容英俊到无可挑剔的男子 他的出现令全场一阵的骚动 因为许多人无比震撼地发现 自己居然从这个男子身上 感受不到丝毫的气息 如果闭上眼 那么神念感知之中 根本就是空无一物 至于诸葛藏以及陆神殿圣女等人 更是浑身俱阵 面色变得凝重至极 薛安却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名男子 九头蛇男子没有在意旁人的目光 只见他一脸邪命地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狐叶身上 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怎么 无比珍贵的先帝机缘就赐给了你这样一个废物 他直言不讳地称呼狐叶为废物 这自然引得众多狐族为之暴怒 哪里来的狂徒居然敢侮辱无王 狐行爆喝一声冲天而起 直接对九头蛇男子轰出了一击 实际上他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尽管敌人来势汹汹 但狐行却丝毫不拒 反而胸中燃烧起了熊熊战役 可还没等他冲到近前呢 九头蛇男子便携笑一声 然后一跺脚 咚 这一脚好似踩在了所有人的心脏之上 实力稍差之人当场便被震的吐了血 至于首当其冲的弧形更是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 一击 仅仅只是一击 堂堂的青秋湖国武长老 就这样被震飞出去 而九头蛇男子则连地方都没挪动一下 这下 全场都为之震动 而后这九头蛇男子便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犹如从地狱之中传来的魔鬼嚎叫一样 令人浑身站立 笑声中 他抬手指向胡叶 乖乖受死 将机缘献给我 我还可以饶你的家族不死 否则 话音未辣 在他脸颊之旁 一个拳头突然出现 然后重重轰在了他的脑袋上 哼 九头蛇男子的脑袋先是被轰洗 紧接着他的整个身体也被一起带飞出去 而后薛安站在他刚刚的位置上 轻轻吹了吹拳头 淡淡道 否则怎样 第1880张同样的招数 不要对我用两遍 哼 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动 就连远处观看的陆神殿圣女都不禁睁大了眼睛 谁也没想到薛安居然会悍然出手 只有诸葛藏微微一笑 轻声道 这才是我认识的红莲仙尊啊 与此同时 被一拳轰出数百里之远的的九头蛇堪堪站定了身形 在看此时的他 半边脸都被硬生生打碎了 面容往里凹陷出了一个大坑 连带着左眼也被扯成了一条细细的缝隙 尽管如此 伤口之中却没有一丝血迹 就好像一个塑料架人一样 给人一种极端诡异的感觉 九头蛇用紧剩的一只眼睛无比阴冷的盯着薛安 然后深吸一口气 呼 随着他的这口吸气 方圆数千里范围内的天地刮起了一阵狂风 而风暴的中心就是他 伴随着气息入体 九头蛇脸上的伤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本来凹陷的面容也随之鼓胀起来 眨眼间 九头蛇便以恢复如初 再看不到一点受伤的痕迹 这样恐怖的恢复能力也令青秋湖国的众虎族心为之一臣 唯有薛安一脸平静淡淡一笑道 没想到还挺抗奏的 那就再来一拳 话音未落 薛安整个人便又一次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夜以来到了九头蛇的面前 然后抬手便又轰出了一拳 这等鬼魅般的速度令九头蛇根本来不及反应 因此这一拳又被轰了葛杰皆是十 咚 伴随着一声巨响 薛安的这一拳正轰在了他的下巴上 九头蛇的下巴硬生而碎 紧接着 在这距离轰击之下 他满嘴的牙齿也被正为了击粉 而后脑袋重重往后扬起 整个人都被轰得冲天而起 可薛安显然没打算给他还手的机会 他的身形刚刚往上飞了不过百米 薛安的身形便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然后身形围曲 眼中寒芒闪烁 手臂高高抬起 往下猛击一拳 咔擦擦 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跟爆裂之声 这一拳正急在了九头蛇的头顶之上 九头蛇的脑袋当即便被砸下去了一半还多 两只眼球甚至都被硬生生挤爆开来 但这还没完薛安猛的一屈膝 膝盖正好顶在了急速下落的九头蛇的后腰处 然后薛安双手搭住他的肩膀 往上一撅 卡 一声爆响之后 九头蛇的身躯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往后弯曲过来 仿佛一张只被对折了一样 脑袋甚至完全贴在了屁股上 嘶 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不禁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从动手到现在 总共也不过及格眨眼的时间 可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薛安却犹如冷血的屠夫一样 出手狠辣无情 将这九头蛇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而且他的每一招都干脆利落到了极点 甚至有一种艺术般的韵律跟美感 令人看上去既毛骨悚然又赏心悦目 薛安终于松开手 往后退了半步 而后这九头蛇便如一件被彻底玩报废的玩具一样 直直掉落下去 天宿整个人都傻了 直到九头蛇重重摔落于地方才清醒过来 然后便惊叫一声 妖祖 薛安却若无其事地站在场中 大拇指倾扣食指 发出了咯蹦一声乍响 森然一笑道 你的妖祖似乎不灵了 全场一片无声的哗然 许多围观之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道宗的人就这么轻松的便被薛安给击败了 入神殿圣女若有所思的看着薛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至于天宿 他的面色已经难看到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 安言却长出了一口气 他之前可是一直提着小心的 生怕薛安在遇到点意外 现在看来 这个邪恶男子似乎也不是特别厉害麻 而站在一旁的胡鹰 此刻的双眸之中更是一彩连连 一脸崇拜地看着薛安的身影 逼声道 哇 薛哥哥真的好帅啊 小沙文言撇了铁嘴 不无得意地说道 这不是废话麻 我的主人还能不帅 可是话音刚落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 众人纷纷看去 然后便全都愣住了 就见地面之上 被薛安对决为两半的男子突然开始蠕动 紧接着他便一点点直起身来 每一下断裂的腰椎都会发出摩擦的巨响 不光如此 他还缓缓抬起双手 探入被砸进了一半的脑袋之中 慢慢往外拔着 脑袋一点点被拔出来 伤势更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开始痊愈 而且整个过程之中 连一滴鲜血都没有流下 这极端诡异的一幕令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天素却长出一口气 然后便放下心来 满脸冷笑地看着 不过眨眼之间 刚才还跟一件报废玩具一样的男子便恢复如初 而后便见这位九头蛇缓缓抬起头来冲着薛安撕牙以乐 怎么样 打得可爽麻 却安微微眯起眼睛 淡淡道 还可以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还可以再打你一次 九头蛇文言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满是嘲弄 红莲先尊 你当初灭我分身之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 现在你居然还敢坏我好事 真当我杀不了你麻 不 那你现在便可以试试 看看到底 是谁杀谁 薛安冷声说吧 身形一闪 又一次冲到了九头蛇进前 然后抬手便是一拳 轰 这一拳带着足以泯灭一切的无上威能轰向九头蛇 速度之快 甚至将来不及躲闪的空气都给击穿了 巨大的鹰爆声中 眼见薛安的这一拳就要击中九头蛇的胸膛 可就在这时 九头蛇的手在突然之间出现 轻描淡写的挡住了薛安这必杀的一拳 然后九头蛇便露出满嘴心声的三角毒牙 猙獰怪笑道 你难道不知道 同样的招数在对我用过一次之后便会失笑吗 言霸 九头蛇的手猛然一握 咯蹦 薛安的拳头应声而碎 然后九头蛇重重一跺脚 方圆数千里的土地轰然塌陷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他则如一头洪荒巨龙般向薛安撞了过来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时间里 薛安一脸淡漠 猛的深吸一口气 另一只拳头便狭无上威能直营上去 东 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之后 连空间都被震出了道道裂缝 九头蛇被声声轰退回去 薛安则双脚擦地 如离闲之剑扳倒飞出去 足足千里之后 方才堪堪停住了身形 这篇口感应该是居在一块